上美主持 所以请各位多多关注我们现场上的变手的精彩对决 也以及我们的评审资深的评论 我们现场即将开始 大家好 欢迎出席 观赏由大马福联青主办 2018年第20届福联青全国中学华语辩论比赛 全国决赛圈的总决赛 你好 我是标明 好 我们稍后呢就会开始今天的这个 所以我们还没有开始对不对 情况是如此的 因为我们是总决赛 我们希望更加多朋友们可以现场观赏到我们总决赛精彩的交锋 所以我们会有FB Live 那有FB Live的情况呢就要求大家来合作一下 将你的手机放到静音模式 然后将它真的放到静音哦 不只是响铃静音 而是你的Volume也要调到最小声 首先就是不要打开 因为如果你一打开的话 打开FB Live的话呢 就会有回音的一个情况 因为你们的这个手机所发出的音响呢 会被收音 那收音在入在内就会发生回音 然后就会刚刚我们的这个出货配主席说的就会发生报音的情况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所以将你所有的手机都放到静音模式 然后我们才正式开始 所以FB Live排名就去开始吧 排名 好 已经开始了 好 所以我现在刚才讲的那一轮话 全都已经在Live给大家看到了 你还带着你再开始吧 好 哈哈哈哈 好 FB Live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了 Live 还是我们结束 三秒锅你就 on了 三秒锅就讲话 你们也看好了没有 FB Live好了没有 好 好 今天我们的这个总决赛呢 由于我没有正式主持过 变得比赛 所以我可能会出差错 其他的多多包含 我们用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 来进行这场比赛 也希望大家呢 从这个比赛当中呢 能够吸取一些什么 我也希望从中呢 可以吸取一些经验 所以大家在比赛还没有正式 被全世界看到之前 我们来一次热烈的掌声好吗 我们来进行这场比赛 我知道在准备FB Live的那一个过程 是有点麻烦的 因为要重新启动 然后要重新打字 然后才能够放进去 好 所以我们要花一点点的时间 稍微在比赛进行的过程里面呢 我会跟着 我会跟着我们大会主持的稿 障碍好让大家都可以很清楚 知道每一个条规是什么 所以我们还没正式开始之前 我等一下还是会重复说一次 手机要进入静音模式 以示正式 所以大家现在先进行静音 要不等一下我在说的时候呢 大家低下头又进行静音的话呢 就错过了我们精彩的比赛了 因为我们在等待 等待嘛 对不对 我都会会 舒缓一下 我知道 我知道学人很紧张 因为学人要第三度 夺冠嘛 对不对 然后教练很紧张 刚才我教练的时候 他是 要办这场比赛真的很不容易 让全国的同学们 我们开始了吗 10秒之后了 10秒现在开始 还是其实已经开始了 给我一个手势 5 4 3 2 1 大家好 欢迎出席观赏 由大马福联青主办 2018年第20届福联青全国中学华语辩论比赛 全国决赛圈的总决赛 大家掌声鼓励好吗 大家好 我是今天大会主席 我是来自988的标明 而坐在我身旁的这两位呢 是今天的计时员 是今天的计时员他们的任务非常非常重要 分别是美金 还有朱海 感谢他们 感谢他们 在比赛开始之前呢 大会有个温馨的提示 希望大家在比赛开始以后呢 不要随意走动 也请各位呢 把你的手机 关机又或者是转至静音的模式 一面干扰到比赛的进行 要谢谢大家的合作 也希望大家能够尽情的享受 这一场大决赛 首先 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比赛的双方变手 在我右边的是正方的变手 是代表雪龙福建会馆青年团 吉隆坡寻人中学 一面我们有张问俊同学 大家好 二面有黄湘燕同学 三面李志信同学 四面瑞子燕同学 代表雪龙福建会馆青年团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谢谢中华同学 而在我左边的是 反方同学 代表雪龙福建会馆青年团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我们有一面 一面陈毅坡同学 二面王毅体同学 三面林道佑同学 四面陈伟乐同学 谢谢访问同学 希望待会大家都会有很好的表现 接下来当然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老鼓功高的评审 我们今天的评审我一一的介绍由我右手边的一位评审 先来开始 先介绍的这位评审是罗宏 中国华东时报大学辩论队指导教练 同时他是2013年马来西亚德教联合总会大专华语辩论会之世界精英邀请赛亚军兼全场最佳 他同时也是各大国际大专中学生华语辩论赛的评审 第二位评审是吴子生 吴子生是2006年台湾大专辩论比赛冠军兼最佳变手 2008年台湾礼律杯模拟法庭辩论赛季军兼最佳变手 2009年台湾ECFA杯全国大专辩论比赛冠军最佳变手 2011年台湾E电视杯全国大专院校辩论赛冠军 第三位评审是万华明 他是知名辩论教育专家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辩论队前队长 2009年第五届中华杯马兴奥大专华语辩论邀请赛冠军兼全家练手 2010年第二届国际青年精英杯奥瑞刚辩论赛冠军兼全场最佳变手 2013年第二届新变国际辩论公开赛亚军 第四位评审 英伟 他是万九前发言人 台湾大学澳洲墨尔本大学辩论队教练 2017年第十届华夏杯国际华语辩论冠军兼全程最佳变手 2017年第七届澳大利亚华语辩论解标赛冠军兼全程最佳变手 台湾各大赛事最佳辩设十余次 第五位评审 梁哲宗 马来西亚新生的辩论人 他是试辩、德辩、权辩、权重辩、金辩、敦辩、亚太杯等赛会顾问兼评审 第六位评审 叶文豪 现任职业律师 马来西亚大学辩论队教练 1997年第三届国际大专辩论赛冠军 第七位评审 高享威他是国际关系讲师马来西亚讲师协会咨询顾问 中国中央电视科教新聊节目节目监制 再次掌声感谢我们的评审 事不宜迟马上就要开始今天的比赛了 今天双方所要真实的题目 正方是当今市局需要强人政治 反方是当今市局不需要强人政治 可是在我们还没有正式进入比赛之前 先允许我花一点时间 经过一整天的比赛 虽然很多评审们还有队友们对比赛规矩已经十分了解 在此我还是要做一些解释 因为我们这一次的比赛呢 有全新的规则 让我来说一说 第一个环节会是利润环节 利润环节当中呢 正方任何一个变手首先发言 接着有反方任何一个变手发言 时间各为四分钟 然后我们有谈问环节 双方各享有两次盘问权利 两次盘问权利呢 均由反方优先发动 盘问总时是三个钟 只是呢 对方答辩者由队伍自行决定 程序是如下的 反方任何一个变手盘问正方任何一个变手 然后正方任何一个变手盘问反方任何一个变手 接着下来是 反方任何一个变手盘问正方任何一个变手 再由正方任何一个变手盘问反方任何一个变手 那是盘问环节 接着下来我们会有第一轮的博论环节 双方任何一个变手进行 时间各为两分钟 第一轮的博论呢 是由反方优先发言的 然后我们有公变环节 双方由任何一个变手同时候进行 各有两分钟的对面时间 由正方发动公式 然后第二轮的这个博论环节呢 是双方任何一个变手进行的 时间也是各为两分钟 第二轮的博论呢 则由正方同学优先发言 接着下来就会有自由变论的环节 四位变手交替发言 各队总时是四分钟 结面环节是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呢 反方任何一个变手先行总结 再由正方任何一个变手进行最后发言 时间各为四分钟 这里还有一个教练中场提示单元 每队呢 其实是可以行使一次中修权 任何变手发言停止之后呢 都可以提出 而每次喊停呢 双方将享有将共享一分钟的授教时间 不过要注意一下事项 第一件就是教练提出要求的时候呢 必先向大会主席出示T型的手势 这个手势 等到当时候这代发言的变手 陈述完毕之后呢 才可以进行 教练呢 是无权终止任何的言论的 而第二个要留意的就是 什么时候可以进行这个中修 除了在反方一变声论之前 反方四变声论以后 以及自由变论过程中 其他时候呢 我们的教练都可以行使他们的中修权 每个单元的限定发言时间 剩下30秒的时候呢 大会将以一声零来提示 发言时间完毕之后呢 将以两声零来提示 一有两声零 变手则必须马上停止发言 新赛制当中呢 一共有9项比赛任务 这包括了最后的答辩 每位变手呢 至少肩负两项任务 指示的任务不可以重复 任何违规的队伍呢 将一律视作为技术犯规 大会有权利直接否定比赛之合法性 或者是否定赛部 好了 这个比赛的程序 大家其实很清楚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比赛了 再次来说一说今天要忠实的题目 正方的立场 当今市局需要强忍政治 反方的立场是当今市局 不需要强忍政治 首先来的就是 立论管节 先请正方任何一个面首 开天立论 时间为4分钟 有请 谢主席大家好 当今世界 从菲律宾到土耳其 俄罗斯到美国 不能发现 众多政治强忍 都是透过民选和崛起的 所以德国每日进到才会说 这是个强忍世代 远大理想 就是新强忍的共同点 简言之 这些个性鲜明 行为果断 敢言敢为的强忍 都是背负着 强烈的民主本类主义 而诞生的 德国风暴大学 国际政治学家 霍尔特曼 形容强忍政治 是危机时代的产物 所谓的危险时代 就是世界 自911事件爆发以来 因全球化 打开区域边界后 还没回复到 稳定的市局 加上后期发生的 金融风暴 到欧债危机 阿拉伯之村 到纳米危机 恐怖主义 再到气候危机 不难发现 当今市局 证明你两大亏竞 一 因全球化 引发外来冲击 对世界公民的 生活素质 威胁 二 因各国民粹浪潮下 导致国际议题 僵持不下的状态 而这也正好说明了 强人政治 对当今这个危险 市局的需要性 一 面对全球化的冲击 各国民心 效率不安 强人政治果断 为能发生 争取利益 引领民心 当然需要 全球化的趋势下 国际往来 热义平凡 然而根据 18年世界不平等报告显示 全球化浪潮底下 潜尝着贫富差距拉大 与国安问题加剧的挑战 以难民课题为例 德国总理梅克尔 在怀柔政策下 对难民问题 采取了放宽态度 导致德国在2020年前 必须每年接近100万难民 泛滥的人道主义 使国家陷入财务危机 反观 捷克总统泽曼 则基于欧洲安全局势恶化 与难民配给制度的势力 而果断下令禁止难民入境 以维护人民权益 防止国安问题进一步恶化 强人政治以维护本位利益出发 大胆在国际舞台上 惠民发生的举动 除了有效平衡 人民潜在的忧虑和恐慌 更直接对应了当今人类 基于在全局化舞台中 寻求定位的需求 自然被需要 二 面对国际议题上的暧昧不清 重大课题处于敲着状态 强人政治依然表明立场 推进格局 并凸显问题增结 自然需要 在环保议题上 美国总统特朗普 不管其他各国的非议 选择强硬推出巴黎协议 凸显出京都京都协议 到哥本哈克峰会的各种合作协议 都不具强制性 条件不对等 更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有效办法 只不过是世界各国 自欺激人的合作方式 在朝鲜办法的问题上 特朗普再次选择 对朝鲜采取强硬立场 不受对方核武威胁 才有上礼拜破天荒的特警会 让金正恩签署废核承诺 保障东亚的区域安全 可见强人政治的明确表态 于立场 半年打破僵局并戳破盲点的角色 以这种态度梳理国际课题 显然是对应当机速乱世界 却暧昧而周旋的格局最好的突破后 自然是被需要的 各位 诚如俄罗斯战略调查研究所专家 一反而说 当代强人政治有备于赌裁 强人是按照法治伪道来管理国家 当面对高度争议的议题 政治强人不害怕争议 不害怕得罪选民 选择积极面对及处理的方式 让国家 让国际问题 从处处目前的格局中抽身 大胆迈向下一个里程碑 我方不否认 强人政治具有争议 未违反民主的风险 但只要能遵守民主体制 我方认为 当今市局需要强人政治 带来改变和前进的动力 谢谢 时间已经结束 谢谢变手 谢谢专方变手 现在有请反方任何一个变手 来开篇立论 时间同样是四分钟 有请 麦克风测试 强人政治是一套政治上的处事方针 放在世界格局思考 时局下的强人政治 是指国与国的关系上 手段强硬 立场鲜明 不妥协 世界格局的发展脉络 从柏林围墙倒塌 到欧盟成立 从冷战结束 到特经会 再从发他和 与哈马斯达成协议 到一带一路 一幕幕都是经济利益 取代意识形态对立 软实力 取代硬实力的乐章 我方三点佐证立场 一 当今市局 打破意识形态的翻篱 重协议 重协商 趋一体化 因此不需要强人政治强硬的干预手外 百门顿宣言让南北韩踏前一大步 伊朗核协议让伊朗重享经济股市 协商取代对峙 背后原因是一台意识形态的模糊化 过往意识形态的高墙 把世界各国切割成数个难以跨越的板块 每一个板块需要核心领导进行统一思维和作战策略 但是时至今日 板块的打破 合作范畴从同一区块到跨越区块 不再需要第三方促成者 百门店宣言正是最好的例子 经济利益迅速填补国内人民最基本的诉求 须使各国不得不走向经济层面的多元合作 小至较简单的新加坡印度经济协议CECA 大致较复杂的东盟移民劳工联合宣言 经济作为切入口 从经济深化到国家各层面的协商合作 促成和执行都完全摒弃强人政治的主导干预做法 二 当今市局 形塑小国新的外交思维 小国利益抬头 因此不需要强人政治由上至下的领导方针 国际权力重新洗牌 小国寻找新的生存空间 例如瑞士有时独善起身 有时拉帮做朋友 也可以向南亚区域 合作联盟 非洲联盟等 小国集结成一股势力 增加话语权 过往的合作模式 往往由大国在组织里进行强势领导 但是目前即使有大国在组织里 都未见强人政治的领导作风 因为小国利益集结 强国与小国的谈判筹码不再选输 因此强人政治无法派上用场 三当今市局受环球气候课题左右 各国寻找新国际共识 因此不需要强人政治纵民粹 本土主义优先的保守思维 美国退出巴黎协议 但无损巴黎协议的继续执行 2017年跌投国海洋大会 各国也自行达成1200多个自愿承诺 强人政治的主张往往从本土找不出发 因为它必须凝聚人民的知识 但是环球性课题拥有高度跨区域性 各国必须打破旧有强国主导的资讯 自行寻找新的集体共识 强人政治本土主义违先的思维 与环球性课题的处理背道而辞 因此不需要 各位我们说我国当今政局不需要马华工会 不代表马华不可以理论上的存在 只是我国政局的发展方向 不需要以当下肤色作为召唤诉求的 华裔种族性政党 同理世界局势的发展方向 是打破意识形态的对立 寻找国际共识 建立小国新的外交思维 这与强人政治的强硬方针 背道而辞 谢谢 非常感谢反方便手 接下来是盘问环节 盘问方只能够针对立论提问 答辩方只能够回答 不能够反问 而盘问方则有权终止任何谜题的言论 有反方任何一个变手 首先来盘问正方任何一个变手 时间为三分钟 有请 麦克风测试 麦克风测试 第一个问题请问一下 在你方的架构底下 什么是强人政治 它果断立场鲜明 感怒感言 换言之 感怒感言果断鲜明 是不是一定等同于它是强人政治 它是特质 如果你还不认同的话可以交代 不是我只问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在处事态度上 如果它是敢果断 是不是那表达一定是强人政治 它果断的表达 然后说到做到就是 所以你的意思是 当我们惩罚众火案的时候 我们果断 所以这个要强人政治 因为你应该要对比 比起那些幼如果断的人 我们这个果断就是强人政治 我跟你虚认多一次 我惩罚众火案 有人吸毒 我严肌打击他 请问你 这个叫做强人政治 重点是在焦灼的情况下 你果断的表决 不是你跟我讲是不是 来讲到一个例子 很简单 请听清楚 倘若经家人们严惩 很果断的去惩罚 贩毒的人 请问你 他叫不叫强人政治 要在一个焦灼的情况下 比较能够比较出来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只是一个人犯罪 我把他抓进去监牢 在立法看来 就叫做强人政治吗 它很难比较 所以我们很多的例子 就告诉你在叫做的情况下 如果你立场签名就是 比如巴黎协议 巴黎协议是另外一个问题 他就被强人政治 所以你一方是觉得 什么意思 我问你的是一个人犯罪的时候 他什么时候会有焦灼的情况 所以我们这个很难比较 我们要讨论的是 他这个问题有两难 他也可以很精准地做出自己的判决 而果断地下定论 就是强人政治的最巨大体现 所以你反而有一个前提 叫做强人政治 必须是有两难的情况 对不对 对 OK 答成第一 等一下我再给你讨论 第二个问题 请问你 明方的当今事局指的又是什么 当今事局要面临全球化的问题就在于 现在人民对自己的生活环境很不安 所以强人政治可以安定他们的民心 对 更安心地讲到全球化 来 换言之 当今事局是全球化的 也就是它是国与国之间的一个相互作用产生的 对不对 对 第二个共识达成 第三 请问你啊 明方的第一个论点告诉我说 捷克他是一个政治强人 他实行强人政治 然后下令禁止难民进来 对不对 捷克 捷克 对 对 请问你啊 这样做对当今事局有什么好处 那是因为如果你像德国一样 没有做好 明方不先民的表明立场 一开始允许 允许 我知道 那些难民进来 对德国很不好 对不对 对德国很不好 对不对 因为你不够强人政治 你一开始就表明 可是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可是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 我问你的是对当今事局有什么好 你回答我对德国不好 我回答你 因为人民对于难民问题很不安定 如果这时候你的总统可以下判决的话 我也很不敢很安心 我问你当今事局你回答我 德国人民 请问你 当今事局是 十月已经结束 请对手要请举手 接着下来 由正方任何一个变手 来问反方任何一个变手 时间同样有三分钟 有请 大方测试 谢主高同学你好 你好 更看确认一下当今事局的概念 你能不能认同全球化底下 国与国之间的界限会打开 所以这个国家会面临很多外来的文化 经济上面的冲击 可以吗 这是事局的定义吗 我方明白有这个现象 对 那它不是事局的定义 所以这是当今事局面对的概念 所以这时候人民会不安 我们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 你方是会发挥 对对 所以很多冲击 所以人民会不安 对吧 什么叫很多冲击 因为经济 讲什么跨国很多经济上面的文化 上面的来往 所以当今事局 为什么是叫冲击 为什么是叫冲击 这个叫互相合作 对 合作底下 从来会面临很多外来上面的不同点 所以就是冲击 会导致人民不安 第二点 第二点 网上跟你请教 你方特别认同 现况底下 很多的国际议题是纠结的 没有一个推论 没有一个结论 例如 比如讲说巴黎协议 比如讲说纳明议题 或者是朝理议题 它怎么交着 动手不要反问我 我问你能不能认同 它怎么交着 动手我们看到巴黎协议到之后 有结果出来吗 有啊 可能有可能没有 可以交代 所以没有 所以到这个巴黎协议 还是没有结果 所以是当初视觉概念 没有不代表它很交着 而且交着 不要紧张 交着也不影响 这些变异的草论 不要紧张 这个问题 你方 我方确认一下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 他心里有问题 他需要看心理医生 代表大家都需要看心理医生吗 不代表 但是我今天不是这样子 所以同样的概念 今天需要常认证 不代表大家都要常认证 需要跟都要的概念 是不同的 网下可以认证 你方第3个 你讲说 因为今天强人政治 是不会达成共识的 对吧 什么叫强人政治 不会达成共识 因为你们讲 他们态度比较小 对他们不会果实 听我的问题 在持经会议上面 他们立场有没有鲜明 有鲜明对吗 对吧 我回答着你 他们可能有鲜明 但是如果有鲜明 他们不顾不相互 他们不会达成今天的结果 即使他们没有强人政治 所以有鲜明 那你那怎么衡量 他不是强人政治 如果是强人政治 都固执己见的话 他们不会达成今天的相互 做下来打成 换一个例子问你 因为中美贸易战之前 中国跟美国都有进行谈判 所以一方认为 这也比较强人政治的概念 可以啊 他们做下来谈判 他们都会有坚持基建 强人政治 强人政治不代表 不会做下来谈判 他们是立场先鲜明的进行探讨 所以都已经认为 强人政治不会达成共识 也不能够成立 谈判跟强人政治 完全是有冲突的 强人政治底下 哪里会出现谈判 为什么不能立场先鲜明的进行谈判 如何 如果你立场先鲜明 并固执行 不可妥协 持经会 就很明显告诉你 一者要经济发展 一者要超过 立场先鲜的进行谈判 所以不能够认证 请编手停止发言 好 非常感谢双方变手 接下来进入第二轮的盘斗环节 有反方任何一个变手呢 现在排问正方任何一个变手 时间是三分钟 有请 谢谢 你主编稿提到强人政治 基本上有很强烈的民粹主义 跟本土主义的色彩 对吗 它是立民政策 立民政策 民主本位主义出发 民主本位出发 其实换言解也就是本土主义 问你啦 您发所谓的民主本位主义 也就是本土主义 对当今市局有什么好 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今天特朗普以本土优先 美国优先 所以退出了巴黎协定 反全球化反移民 您刚才觉得对当今市局有什么好 东旭我们看到的是 现况底下的全球化底下 因为有很多外来冲击 所以人民会不安 我们需要做是平定民心 所以常政治的本土主义 正好可以平定民心 让大家安下心来 插你全球化 安定美国的民心 对美国好 可是对当今市局有什么好 反是需要的 封锁国门的情统 没有 它好移民 不对 你发现什么叫本土主义吗 我知道 可是本土主义 不代表没有插你全球化 本土主义不代表我 托你全球化 我依然 就是本土优先的吗 本土优先的体制在哪里 所以就是我今天 立场先的表达我民族的民族的要求 就是可能工作先让给人民做反移民 因为他们觉得移民侵蚀了我们的工作机会 对吧 所以到他是感动感觉 讲出来他的诉求 对 所以 就发认为是需要的 所以 所以回答到来 好 你花几时间告诉我 美国需要捷克需要 你没有再看当今市局 需要 我上次告诉你 当今市局有两个概念 第一个是全球化底下 有很多冲击导致人民不安 所以我们要做一些平地民心 第二点是很多国际 我们需要一个答案 一个定论 就是长阵子可以做到的 对吧 第二个问题 你可能是我说今天捷克需要 呃 捷克需要美国需要 可是当今市局为什么需要 需要 他就是需要一个定论 如果你今天没有谈论 大家太多爱美 你发的逻辑是这样 你的逻辑是这样 X国家需要 Y国家需要 为什么当今市局需要 就是如果今天X国家需要 可是他不讲出来 这到这种 我方不知道X国家需要什么 我问你 这到这种没有被解决国际议题 我们要立场协议的表达 代表捷克的国内证据 需要国内证据 跟当今市局是一样的 就是我给你解释 我用巴黎协议来给你解释 好吧 你回答我 国内证据 当今市局有没有 解释 我告诉你 我自己的上面 如果今天巴黎协议 我今天想 我不想要参与 他还会问他问题 可是我基于国际的形象 我为了危机形象 所以我选择 不要讲出来 我立场不鲜明 到最后 你不想做 你表面做 我还没有做 我问你任何的问题 你不想好不好回答一下 国内证据 那早见谈那有问题吗 如果今天德国 他本来国内无法复合国民 你回答一下 对我回答 如果今天德国 我的问题我问多意思 国内证据 跟当今市局 是一样的吗 我都跟早上你解释了 今天如果今天你想做一套 背后做一套 到最后你的国际议题 不能理 相关系统 现在表明 时间已经结束 更加盼道 我立即国家开启 谢谢各位 好 非常感谢同行变手 现在由正方任何一个变手 还问反方任何一个变手 时间同样为三分钟 有请 麦克风测试 麦克风测试 许多好 都没有确定下 尼方抢人政治的概念 对尼方来说 该尼方的议词 或是一打都好 尼方觉得 强人政治底下是固执的 是不听别人意见的 或者是不参与谈判的 所以才会阻碍全球花马 对不对 是 好 请教一下 那尼方知道 目前为止 政治化的浪潮 政治强人的这个浪潮底下 有什么国家 有这样的真强人吗 你可以交代 俄罗斯 土耳其 美国 或者是中国 都开始普遍出现 请问下 现在你全球化的格局 是四分五裂的吗 四分五裂的体现是什么 很好 没有四分五裂 换言之 尼方就是定义 本来是尼方 过于偏激 才会导致尼方这样的结果 尼方可以自己交代 我现在要表达的是 他对整个大陆境事局而言 你的这个强人 强人政治 对整个大陆境 我妈想说是 如果按你方的说法 我会拒绝整个全球化 那现在的情况 应该是超糟的 基本上大家都拒绝全球化 所以往下不是四分五裂 大家还是有共识的 还是会讨论 对 尼方国家的是 尼方说全球化 是现在有多问题 当中的事局 那强人就是 怎么去拒绝 对 所以我们往下讨论 尼方刚才是 只有我们说的 是国内政局 不是谈全球嘛 对 来 请问下 全球化底下 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这个希望从你一个国家的公民 变成世界公民 尼方知道吗 是 请问一下 那这群公民心理 怎么想 尼方在乎吗 在乎啊 不让那你掉了 对对 所以我再往下跟你谈 如果现在 国内的公民 反而为了全球化进行 心里是抗拒的 以至于民事在上面 是会感觉到危机的 你方觉得 需不需要化解这份 安顿这份民心 才能让他更有安全感的 加入全球化 如果你是一个强人真知 有民粹 想要民粹的话 你方就一直在做 所以我方想要告诉你的是 我方的落点 不落在单纯 国内政局 想要告诉你是 我方恰好 看准了现在全球化 发展过速 导致了现象 我方想要解决 才会搬出 今天口中所说的民族党未来 不化解 不安静 这个问题呢 都没有 所以我还要告诉大家 如果今天 国民自己本身感到不安 你方是需要化解 才能够让全球化 进一步的进展下去 对 国民自己本身不安 不是大物经事局吧 如果你的落点是落在 需要让全球化 发展得更好 那这件事情 就是大物经事局的问题 想要解决 这些先确定利 都没有 再往下讨论 你方今天告诉我们说 你方觉得 目前为止 国际提倡的解决 你方觉得目前为止可以去协商吗 对不对 协商是更好的方法 协商更好的方法 请问一下 从前我们在 朝核客庭上面 如果大家都不摆明态度 那请问一下 协商的结果 是不是让朝鲜 继续做完的何研发 强人政治不是摆明态度 就在强人政治方面 又不是 又不是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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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承认了立场鲜明 把态度摆清楚 是强人政治 立场鲜明 此外还要手办强硬 不肯妥协 不肯 都没有简单的例子 克朗普斯强人就是这个例子 他是一个政治强人 政治跟政治强人差别什么 差别大于 强人政治是一个政治的 一个运动的一个手段 而政治强人是一个 在政治上非常强硬的一个强硬 那为什么 大家都懂 大家正在大谈起 强人这次大潮的 时间大 谢谢双方变雄 刚刚正方的教练的要求中场提示 时间为一分钟 现在开始 接着下来要进行的是第一轮博论环节 第一轮博论环节要针对双方盘问论点进行反驳 或者是延伸刚刚还没有完成的理论工作 首先我们先由反方认回为变手来进行国论 时间 是两分钟 有请 谢谢 对方告诉我们说当代事局是一个全球化浪潮席卷的当代事局 可是你们也知道有全球化这个背景 问进去的时候 请问你 如果像特朗普这种强人政治保持美国优先 美国第一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本土主义反全球化反浪潮 建起了一个大墙围堵世界的情况下 宁方觉得有没有注意全球化的更进一步发展呢 又或者说宁方觉得这样子做 宁方是希望越来越多个国家对特朗普这样子 像特朗普这样子做比较好吗 更何况这时候宁方说特朗普这样子做可以安定美国的明星 有没有 其实你还没有在论证 更何况 如果真的有在安定美国的明星宁方也只是告诉我 美国的国内政绩需要这样的强人政治 你没有再跟我说当今市局为什么需要涌现出那么多的强人政治 为什么需要一个一个不断的国家领袖摆出这种强硬的态度 来面对别的外交课题上要这么强硬态度 第二个 对方告诉我们说今天强人政治本身是一个立场鲜明说到做到 我帮我把话讲完整一点本身民方的定义如果说是说到做到立场鲜明 其实很多国家的立场都很鲜明 他们都是要自己国家的利益最好吧 更当然是所以民方没有很抓紧那个keyword 也就是强人政治的最主要keyword是什么 也就是他的态度是比较强势 他有一定程度的铁碗 这也是民方从头都假讲不要跟我谈的 所以达成共识其实强人政治本身必须要有一定的铁碗程度 本身态度上就比较强势 比较强硬 你要跟我认证的是 为什么当今市局出现这样子的强人政治 对整个国际和平的进程是好的 对国际和平的进程是有益处的 第三个问题 你刚告诉我说现在因为全球问题下 面对着难民问题 面对着贫富选顺的问题 可是还是回到来了 捷克也好 德国也好 美国也好 都只是在谈国内证据 谢谢 谢谢方方对手 接下来政方任何一个对手进行博论 时间同样是两分钟 有请 谢谢各位好 我们先解决定义的问题 对对方而言 强人政治是一群强压 是一群不妥协的人 这方式变得持续就达成了共识 今天世界上本来就有各种不同的强人政治 比方说美国 中国 或是俄罗斯等等的国家都是强人政治 不过按照一方逻辑他们真是完全不妥协 但对任何事情他们都非常强硬的话 那么按照这个逻辑 世界应该是四分五裂 为什么没有 举个第二个例子 在前几天在新加坡达成的特庭会议底下 他们两个都是强人政治 可是为什么可以进行谈谈 然后最后是达成和谐 重点从来都不是像临方一样他的强硬和所谓的不妥协 重点是在于他的立场鲜明 他做事的果断 他所有政策 这本被触发 这才是定义上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就解决标准上的问题 各位思考一个问题 就我刚刚二边的盘问所说的 如果这个社会上我们说社会需要心理医生 这个问题大家应该认同吧 可是如果这时候临方论证方式叫告诉我 我的二边不需要心理医生 有论证到这个社会不需要心理医生 这个论证吗 是没有反驳到的 所以另外的三个论点 包括了临方举出一些社会上已经达成共识的议题 一些小国来认证他不需要 是没有办法推翻我方的立场的 而临方即使要认证的话 必须要对我方提出了两个市局来进行反驳才能成立 第三点 回到去临方唯一的反驳是觉得 各国不等于当今市局 可是各位想想当今市局是怎样形成的 不就是由各国的国际关系才能形成的吗 所以临方强硬把国家和当今市局完全区隔 这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来看一下我们当今市局 我是讲论证立场的 当今市局两个很重要的特质 我把你讲了很多次 还活在这个全球化的主义底下 如果你想要更加促进每个人的全球化是更好的进行 你必须要让每个人都愿意加入 或者是让每个人都安心 可是问题是 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时候引发的是 更多文化上的冲击 经济上的冲击 这一些情况 就让更多的国家开始对全球化恐惧 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什么 是给本位主义出发的强人政治站出来 以强势告诉国民 我会保护你让国民有一个安心 这个可以让更多的国家安心在交入全球化 这个全球化才能发展的更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条话待会儿解释 谢谢 谢谢正方便手 接下来是公便环节 由双方任何一个便手交替形式的轮流发言 双方各有两分钟 首先是由正方先来发动公事的 有请 要不想确定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哥本哈根峰会十几年来都没有结论 对你发而言 如果没有强人政治 要怎样推进国际课题 现在有结论呢 特朗普自己退出了 请问你 你告诉 请问你啊 强政治强人 是不是在任何事情上 都报实施强人政治 那你知道他退出的原因是什么吗 你把他自己交代 回答的问题 政治强人 政治强人 是否在任何事情上都要实施强人政治 不一定我方只是需要认证到 国际课题上需要就足够了 这时候 法拉斯卡告诉他来的是 在一些气候问题上 这是因为大家之前没有强人 这是大家暧昧不清 如果这个时候 点破的问题 特朗普学会退出 原因是因为 他很多的调回是不平等的 然后国际课题 这次问题是不是有出境呢 所以对回应对方的讲法 就是说 为什么现在依然太平 因为其实政治强人 是可以谈判的 让不一定在任何地方都实施强人政治 那强人政治本身不允许谈判 特朗普为什么不允许谈判 因为已经告诉你了他态度先明 并且手段强硬啊 好不好你来回答我的事 请问你啊 您方告诉我 特朗普退出这个协议 请问你退出之后 对当今市局的好处是什么 特朗普态度先明 表示这一个的协议对他会伤害国家利益 他是承担非常大的损失 可是他有没有讲说不愿意谈判呢 也没有啊 他讲说他只要各国先进国大家评分这个费用就好了 那你不需要谈判 确认一下 您方觉得强人政治是不需要手段强硬的对不对 强硬不太能够诠释强人政治 他重点是在于他必须要敢说出他的心底话 所以美国说出他心底话 他觉得这一笔税费用对各国是不公平的 因为美国负担的太多了 所以这时候只要如果可以评分的话 那这个课题就给我们所推进 为什么不是更好呢 如果强人政治本身不需要手段强硬 只需要态度先明 哪一份合同 你签合同的时候态度不先明 对没有 美国之前签合同就是啊 他答应会减排 可是问题是这个减排 其实是会损害到国家利益 所以他就捕约一桩 他表面做一套 底底底做一套 如果没有强人政治 摆出名他就是不做 你反正特地要讲推进的吗 他不做是他的错吧 不是水错的问题 是他只要表达不做 为什么不做 告诉大家 然后国家宣言者 国际管是一起去解决问题 现在才是正式问题的方法 他讲不做就不做 请问你这个是不是强人政治 不对 要告诉他不做的理由 然后我们继续采判 不是 你跟我讲美国讲不做就不做 我告诉你这个叫做强人政治 而这个问题本身是由强人政治解决的 衍生出来的时候 请问你 为什么当今市局需要强人政治 对啊 他讲说今天就是不打牌 除非有一个理由 就是其他国家跟他一起分担费用 而中国愿意减排 有什么问题呢 不是 我只是告诉你 你告诉我 我只是告诉你说 这个问题的来源 来去强人政治 所以我们为了不要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不需要强人政治 所以我方告诉你 已经很明显指出了一个问题 在以前没有强人政治底下 这个问题是一直没有办法被解决的 是来到今天 然后国际问题才发现了它的存在 问题出在哪里才有更多的推进 要不要再请问的是 如果对一个国家 而没有强人政治去保护人民 然后不安 为什么对地方也是一件好事 巴黎协议原本有什么问题 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推进 这个是 理论这个它没有办法推进 就是减排问题一直越来越严重 没有任何的减缓 交代一下 就是因为 没有 这是因为气候问题越来越严重 你要我交代什么 所以你觉得各国其实没有私影响 把为自己这个全球暖化这个趋势的 不是对美国而言 它不是不想减排 而是这个费用承担太大 所以这个时候 它站出来讲到了 然后到国际这个 社会实际的学术 所以我们发现问题在 我们不会有足够的经济 这个时候特朗普说 退出就退出 不应该 一个应该就是 做起来好好谈判 进行更多的利益交换 来让其他国家有足够的经济去达成 再来对方告诉我的一个逻辑是说 其实今天你本身啊 这些美国的本土力要如何被保护 你美国可能需要这强人 这强的政治 但当今市局不需要 谢谢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轮的国论环节 第二轮的国论环节是针对 谈问国论以及对面环节的交锋 进行几方观点的初步结论 先由正方任何一个变手呢 来进行小结时间为两分钟 有请 祝大家好 强行切割人跟政治所外的事情坦白说 完全没有意义 为什么 因为你要重新理解一下 强人这件事情出现的背景 就是理解 更多时候是因为大家出现 民主带多的现况 以至于现在的人民 他们更倾向于去选择那些 能够很明确的表达立场 要为他们争取权利的领袖 所以才会在同一个时间 各国出现了类似的这样子的政治强人 那我们再往下来讨论 那这种人他们有什么特色 他们认为更多时候这种立场鲜明 为什么我们觉得 很多时候在议题的讨论上面 立场鲜明不代表没有办法协商 因为对他们来说 他们正如刚才我刚所说的巴黎协议的意思 没有错 美国很毅然决然的退出 并且大家合理的告诉大家 他这么退出的理由 是他点破了目前为止 在责任归属分配上面 他认为对他来说是不公平的 那只是此刻推进的差别在哪里 在没有政治强人政治出现以前 这件事情大家的态度是什么 是的有一片和乐融融 大家一起合作的景象 但现实是真正的问题 是没有人在进行解决的 而我方认为 如果你今天基于国内的利益 你今天本来就不想做 那起码把问题讲出来 大家可以再进一步解决 再协商 没有此时此刻我立场有没有鲜明 我依然可以很鲜明 但问题在于 我们还是可以进一步的协商 只要我原本的那份初衷 我还可以 我摆清楚态度 它底盘亮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协商 这是其一 其二 然后更多时候认为的是什么 没有错 全球化下他方高喊 可是问题在于 你方有证明过目前为止 全球化面对的问题吗 我努力的跟你方举证 目前为止全球化的步伐 这是因为发展过快 所以才会导致 现况下的国内的人民 开始感到不安 没有办法很好地成为 一个世界公民 所以我来各民主带大家举证的是 如果想要解决 目前为止全球化的问题 不是像你方那样 继续高喊全球化 而是翘回来 证实一下人民之所以感到不安的理由 正如那米克里上面 你方努力地苛责那些 把难民赶出去的国家 问题是 你方又有想过 如果今天你方选择 为了安顿这些难民 你方又不考量自己国家的 不同的负荷 会对人民造成多大的不安吗 这是你方没有举证的 谢谢 谢谢正方便手 现在由反方认回移民便手 来进行小节 时间同样是两分钟 有请 第一强人政治 到底能不能同于政治强人 举一个最简单 这样的好笑的例子 我们说霸道总裁 请问你霸道总裁 可不可以有温柔的一面 当然可以 可是当他霸道的时候 他跟人家讲道理吗 不讲 同样的政治强人 可不可以讲道理跟你协商的时候 坦白说可以 但他为什么说他是政治强人 就要在绝大多数的时候 他本身保持的是一个 比较强硬的态度 所以我们说他是政治强人 但强人政治本身 就如同我方主编高所说 他不只态度鲜明 而且手段强硬 因为如果按照对方的逻辑 态度鲜明 就等同于强人政治的话 那坦白说 现实世界底下 每个人其实都是政治强人 都是强人政治 为什么 就我们人们长大 如果要买房 如果要签合同 我们都要表明自己的立场 很鲜明 我要这个房子 我喜欢有100万买比较好 还是20天买比较好 这个时候我表达了我的态度 我就等同于政治强人 不太可能 所以对方这条逻辑线 不能够成立 第二 对方一直有个大背景 告诉我们说 全球化的时代 冲击很严重 可为什么全球化 一定带来是冲击呢 为什么不仅是全球化本身 带来了更多的商业利益 让国民生活的素质逐渐提高呢 这也是对方便有从头到尾不敢看的 所以往这个下面去延伸 但其实对方的利润也不能够成立 因为对方利润本身是告诉我们说 他们不安心 强人政治让他们安心 所以他们利润成立 一来对方背景本身不成立 二来从逻辑层面而言 对方一样不成立 因为我们今天探讨的变迹是当今是局 对方只论证 可能美国需要我 需要明星安门 可当今是局的地方不看吗 美国封锁了自身的国家 对于当今是局而言 整个国家 整个国际之间的利益发展 谢谢 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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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自由论论的环节 双方可享有四分钟的时间来交替发言 首先由正方来发动攻势 秀 大家好 我也有过我倔强 我坚持 我固步自封 我很固执的那一面 请问我强人政治了吗 固执那么单个面相 已经跟你论证了 问您发的是 您发美国截然直接退出所谓的 科本哈根协议 对自己有好处吗 解决了什么问题 所以固执不是强人政治的特质 对不对 不是 只是单纯固执 我们不许说你是强人政治 你可以是个强人 我们说强人政治是一个解决的方法 它是个手段 它是它的特质 它不是个政治 不是 如果它是个性格的面相 这件事情基本上在很久很久以前 它就可以成为一个 它就可以成为一个代名字 问题是 为什么这件事情来到现在 近期来开始出现 所以你看啊 如果特朗普是强人政治 他的立场很鲜明 要美国第一 美国优先 所以我们可以对他协商的这个工作 其实有所局限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 他的人其实没有意义的 我们讨论是首罢的问题 我想确议点的事情 如果对你一方而言 真的是这么可怕的话 那为什么国际民调 所而显示的是 CIO7成的人 他们是非常期待强人政治的来龄的 但原来说 那些人民是傻的吗 他们期待 可能是因为他们本土 自己想要本土自己的利益 肯定方便论证的是 对当今市局的利益 请问你要回答我的是 美国退出这个巴黎协议 请问你对于当今市局 有什么好处 交代一下 点破了不合理的责任归属的问题 请问一下是不是推进了至少 你点破了 你毅然退出了 解决在哪里 对市局的好在哪里 同学不如换句话来说 如果今天美国没有退出 大家就是答成 大家就是坐在那边谈判 您方的巴黎协议 怎么达成共识 等一下 更何况 如果你真的要点破问题 你干嘛谈判 不能够点破问题 为什么一定要推出来 点破问题 不是同学 等一下先不要谈判 先回答问题 如果大家没有强认认 大家明明不想参与探牌票的问题 都是基于国际形象的问题 我们选择坐在那边 讲一套坐一套 一般觉得可以达成 可以有任何国际议题的突进吗 所以你觉得美国特朗普 点出那个问题 退出巴黎协议队课 要当局势是好的 对不对 如果在表面的时候 我跟你签署 跟我内地 内地里我的探牌票还依然很多 你觉得在这样的课题 这样的态度上 对国际的课题是好是吗 那你告诉我特朗普退出 之后来解决了什么 对不对 因为要对比 如果没有特朗普的出现 大家一直蒙在鼓里 焦点是模糊的 你让他出来 虽然没有解决 可是我们知道的问题出在哪里 这个是不是个推进 所以对方我明白 可能他可以指出问题 他也可能依然退出 他也可能表态鲜明 但是我还告诉你 这样子的举动对国际来说是没有好处 因为他根本压根解决不了问题 很好 我方已经说 你方已经承认了我方推进的作用 是什么 至少突破了眼前的僵局 并且让我们知道了问题的真结 自己方觉得 我方没有解决当前的问题 而是我方本来就没有要承担这样子的义务 大夫 再往下请教一下 难民课题上面 如果你继续暧昧不轻 反而导致难民的课题上面 难民更多去门外 而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请问早点表明想出更好 你没有要解决当前的问题 为什么还需要打强而政治 那是同学我直接问你好了 如果你今天你坐在那边谈判 另外又怎么可以解决问题 谈判 如果大家协商说 我们要怎样去问话 到底我要看来点多少 这样子为什么不能解决问题 不是 到最后大家只是静坐表面功夫 别请我直接表明太多 我不要做事不要做 是不是对这国际上 我更加可以突破点 或这个问题的盲点 为什么你 我的谈判就是静坐表面功夫 你的讲完最时就不能讲一套 我做一套 都对我说得很清楚 你表明立场的态度 可以之后 你可以是特朗普当中的退出 也可以是接受别人的谈判 这件事情重点不在于 他做出来行动 而上的那份态度的先名 请问一下 摆着态度是不是至少 找出了问题的真结 不是 我一定跟你说 你这个态度根本没有必要 你没有需要 因为你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 指出问题 尼方对不必要性存在的时候 你应该对整个市局 有什么好处 这如尼方所说 强而政治的态度是立场先名 如果你立场不先名 你要谈判什么 我已经告诉你不只是立场先名 才就叫做强人政治 请问你 你告诉我强人 强人政治退出本身能够突破行业 可为什么一定要退出 能够好好坐下来谈判吗 特朗普你觉得一个立场先名的人 不能听别人的意见吗 不是 如果立场先名就叫做强人政治的话 很多国家的总理立场都很先名 就是要让自己的国家 变得更好变得更悠闲 那所有国家的总理都是强人政治吗 特朗普我说了 要配一个前提 当你发现国际跟国民当中 就现两难的情况 此时你可以做出一个先名立场的表态 那这件事情就看得出你是个强人政治 请问一下 那这里你难民的问题你会不会回应 难民的问题 什么问题你讲了一次 难民的问题 表面上答应他会接受1.7万的难民 可是实际上只接受30% 强人政治有没有出现 是不是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强人政治有没有出了 反正也是另外一回事吧 你发根本没有在认识 强人政治做得到 做得到 所以看到吗 你发根本没有办法认识的情况下 我方告诉你 谈判底下谈判他谈判他也可以有鲜明的立场 那这样子才能更彻底的解决问题 你发根本直接直接离开解决不了问题 对此局没有好处 所以你过一举个例子 哪一个强人政治是讲一套背后做一套的 不是讲一套做一套的问题 请问你印度和巴基斯坦开战 世界经济会不会重创 没有会 所以我是要全球化以下的作用 可是问题是我们今天进来讨论 全球化下怎么做的更好 你发根本这是全球化目前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我知道啊你告诉我全球化底下有这样的问题 可是我很质疑说 如果大家都是本土主义威胁的话 真的有办法让全球化的进程走得更好吗 东哥我方认为此时此刻你多照顾民意一点点 有些时候会让人民更安心的加入全球化 不然你方告诉我 按照你们的逻辑 为什么现在全球化下 你们觉得现在挺直的吗 敲了那么好话 换句题反而是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国的那些领导人 都采用您发这个方法 让所有的其他国家人民都不在乎国家是不是 乱开说的网来是你们要的是不是 动手环都说了需要不一定的可以动药 请教你如果今天人命的不安理 万怎么让他安心的参与全球化 你从来没有再认证我会安心 我看到我的总统不断的到外面去冒犯别的国家 我也怕其他国家有一定会攻回我的时候 我安心在哪里 所以你说的好 如果跟别人冒犯的话 会让我自己的民心不安定 换言之让安定民心的方法 不就是要强调政治 让他跟安心的加入群组化的帮助吗 一开始本土主义我法理民 我对我的人民有工作做 可是长期的民族真的觉得他们的竞争力有所提升 对于他们人民而言 长期而言是个好的吗 人民正是担心难民危机 会让到国家的财政面临危机 所以强调政治拒绝难民 有没有安定民心 不是 你这个政策本身封锁你自己国家 请问你长期而言对于你国民而言 是好还是不好 所以你是要告诉我们说不才 你是告诉我们说 拒绝难民入境是不好 所以你算是这样子认证吗 你应该说要解决人民 安定他的心吗 这样你不给其他国家来 不然这个举动可能会引到其他国家 对于你不满 你觉得这种旋律下 你忍不其他国家 你的人民会安心吗 对不对 很奇怪 难民配置这件事情 本来你就有立场可以去做这样子的表态 而希望现在就是因为你害怕 人道主义 人道会被议论的压力 所以你选择 明明自己国家做不了 而你妈又暧昧 外面有你妈不觉得 此时此刻 你妈就表达才有办法 让他更好的进行难民的配置吗 是害怕 你也没有对这 我方问题的是你短期 让你的人民有工作做 但是竞争力实际是下降的时候 你不觉得 面对未来的挑战 你的人民还会安心 他根本没有工作能力 不是动手 我是很好奇 基于国安问题 基于国家内部问题 提出我拒绝难民 本来就合理合法了 为什么他认为 当初我拒绝就等他也不对 你会害怕难民 因为他会来跟你抢半碗 所以简单来讲 这地方害怕的是其他国家的人民 让他们去人民抢半碗 对不对 如果我本身能够复合得了 我愿意让难民进行 可是现在真的问题是 我复合不了 就是我跟我人民说 我可以没问题 代表你觉得这样的政治人物底下 会让人民选得很安定吗 回归遍体 遍体讨论是当今市局 请问你一顶多论证的 对美国的人民而言会安心 请问你对于当今市局好在哪里 我这样问你好了 现在的问题叫做 你的国界开的太宽 是要我把它收紧一些 代表我完全封闭吗 等等 就算你办法的利益成利都好 你办法的国家的人民安心的 对着市局的好在哪里 全球化的问题可以被解决 我们需要抢半碗的时间 全球化的问题解决 去提前那美女方自便交代 她从从到尾没有告诉我 她对于市局的好 到底在哪里 根本没有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根本调不上好 因为人民安心 本身可能会演变更多问题 包括你国家封锁之后 会演成的问题 你方也不看 最后我们到了结变的环节 结变首先 由反方任何一个变手 先来继续总结 时间是四分钟 我们有请反方同学 对方的底线 对方的底线 无非就是告诉我们 在全球化的这个大壁体底下 每个国家的人民都人心不安 有点就在于我们害怕其他的难民 来到我们的国家 可是为什么我们会害怕其他的难民 来到我们的国家呢 就是因为我们害怕我们的人民的饭碗 被其他的难民抢 所以其实谈到这里 如果民放害怕的是这一点的话 民放害怕的不仅仅是难民 民放更加害怕是其他国家的精英人士 按照民放这样的逻辑推论下去 采用强烈政治 保护自己本地的人民的话 民放不仅仅要阻碍难民进入你的国家 你更要做的是 阻断其他国家与民营的来往 不难发现民放的态度 在这个全球化的背景底下 才是真正阻碍全球化进口的那一个态度 也因此 请民放的识别给我交代一下 在这个全球底下 民放不仅仅没有推进民放这样的这个全球化 但是真正阻碍 让我们大家融为一体 民放又如何打致 那为何我们还需要呢 因此我们的态度非常鲜明 即使这个是人民皇后 人民不安 我们更加应该做的 不是在民放所谓的 阻碍其他国家的人民 或者是难民来的国家 应该做的是 集中自己国家人民的素质 从根本解决才是根本 根治问题的方法 这是民放所没有看到的 第二个问题 他现在定义 对方对强人政治的意义 其实是非常奇怪的 对方一开始 自由变 对方四面就告诉我们说 我固执是不是一个强人政治 我固执是强人政治吗 非常奇怪吧 我们说固执可以是一个强人的特质 可是为什么我有这个特质 就代表在强人政治 我们会说是强人政治的原因 在于你用了一个强人的一个特征 来在这个政治的世界上面 进行运用的出来 因此对方正常 只去诠释了什么是强人 对方从头到尾 没有去诠释什么是强人政治 对方从头到尾 最大的面误 来我们往下谈 那这个强人政治到底是什么 就是我们在解决这些事情的当中 我们那些强人政治 是他们的态度鲜明 也是女方说的态度鲜明 可是他们的态度鲜明 不仅那么简单 他们还要更多是手段强意 态度不可妥协 否则如果仅仅是态度鲜明 我方与你方 两方正法 我们都是强人政治的吗 显然根本不可能 因此定义上 对方谬误 应该强是我方这种 态度鲜明 手段强意不可妥协才是正确的定义 解决完定义 我们看第三个问题 对方第三 对方的论点 刚刚什么说 今天采用他的 但是你会真正推进 来推进那些 没有办法解决的 比如巴黎协定 可是问题在于 尼发的美国退出的巴黎协定 解决了什么问题 对方说 另一点就在于 他能够 能够点破盲点 点破盲点 需要你把这种 退出的方式来解决吗 根本没有必要 尼发可以待在里面 和他们谈判 告诉他们他 告诉他们说 这份协议 有哪里不满 有哪里不足 真的请问你一下 你不仅指出了 你还有更多的迂回空间 可以和他们谈判 到底有没有怎样去改善 这样更好的方式 不是才能够根本的 去解决环保的课题吗 那斯林方的强领政治 根本没有办法去解决 当今的这种当今事局的 最大问题 你们的 看完你们的这个巴黎协定 我们来看一下 民方所谓的 就是朝鲜半岛这个课题 朝鲜半岛课题上面 真正解决的是 他们强人政治的太有吗 不是 解决的是 因为他们不再使用强人政治 他们很妥协了 他们美国和朝鲜 都能够进行特定会的原因 在于他们不再坚守起见 不然的话 为什么他们肯谈判 还在做强人政治 都已经可以去牺牲自己的利益 都可以进行谈判 能够谈判 代表你能够有所牺牲 有所牺牲 你见识了什么东西呢 因此 真正推进了 不实行法的强人政治 强人政治才是真正阻碍问题 不推进问题解决的那一方 来第四个问题 最总的来说 其实对方最大的问题在于 对方从定义 架构而言 根本没有真正确确的 去看清楚 对方所谓的强人政治 到底是什么 对方从头到尾 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 因此 因此请对方自辩 待会解决问题的时候 不要再重犯 这样一个谬误 谢谢 非常感谢 反方面手 现在由正方认为一个面手 来进行总结时间 时间同样是四分钟 我们有请正方同学 秀的阿豪 我反正告诉大家 强人这件事情 绝对不会是一个性格的面相 他往往之所以在最近 还会形成一种政治浪潮 如果你想要理解 他的特质是什么 你就要想从他的本质上面 为什么他会开始出现来看 都没有 我还是告诉大家 为什么在全球化的浪潮当中 人民会倾向于去选择 把自己的权力 交托在一个 把立场摆到很清楚的 这样子一个人身上 因为对他们来说 他们觉得他们需要这样子的人 而就这样子的特质 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 我们对于这样子的现况 我们予以怎样的评价 他们认为是可以被包容 他们也有需要做这样子的事情 都没有 那往下来看 他们今天很多时候 他们误解的是什么 他们以为 我们今天是来抵抗全球化 他们在人民长远的利益角度来看 那我方今天要的 其实不就是想要 关闭整个城门的紧锁 那我们不就是想要 让人民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吗 对不对 不是 现在人民他们抵抗了 不是全球化 我们大家都知道 全球化的理想 特别的好 像林方所说的 经济上面大家互惠共赢 可是互惠共赢的前提是什么 是大家本身的利益有被保留 所以我来告诉大家 目前为止 我好像举证的心怀是什么 不是单纯告诉大家 我们不喜欢全球化 而是全球化目前为止 当你发现你的发展过速 以至于你国界之间 打开的过宽 所以我才告诉大家 此时此刻 你把它收紧一些 所以此时此刻把它收紧一些 让更多人民的名义 有被保护一些 那此时此刻 人民就不会对全球化 练习那么的不安 虽然恰好是理解 全球化是必然的趋势 可是我们希望放缓一下 步伐 这是我方的态度 我方认为 你不要告诉我们说 很多时候面对经济 或是面对难民的问题上面 你不要觉得 最后的结果 还不是完全整门其所 当然不必然 如果你不要害怕难民的事情 你不要可以根据自己 国内可以附和的难民人数 可以调配自己本身 要收纳多少的难民 至少让人民 不会在受难民所困扰 这其二 如果你害怕自己 像当时的东南亚国家 在开放以带入以后 自己的国内的那些产业 会被中国的大量产业倾销进来 而被冲击的话 没有关系 你可以保留一片本土的市场 或是收紧一下 或是收紧一下一些优势 让本国的产业的人民 可以获得贪卵吗 都没有 这些的方法都有很多 可是重点是 如果今天你们 今天不包容这群人的存在 那这群人民 他们的态度会是什么 他们就会持续处在这样的焦虑不安的情况 他们认为 对米方所一直在乎的全球化来说 基本上才会处于更糟糕的情况 是其一 其二 都没有一直质疑我 我方说 诶 都没有 你方一直觉得我们 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都没有 我方今天论真的需要 本来就不建立在要解决这些国际课题 我方希望做的是推进格局上的讨论 那你方已经一直很逸正言之的去评价很多的行为 例如你方觉得如果今天我一旦去收难民 就必然是不对的行为 如果美国退出巴黎新议 也必然是不合理的行为 我都没有 我方恰好坚持来点醒大家的 他们这样做其实有还能合理的理由的 我方认为很多时候对于 对于捷克来说 为什么他选择不让难民进来 因为对他来说 既然我的国家的人民 没有办法复合这些事情 那你坦白的说出来 那下一步的解决是什么 是难民的合作上面 我们有进一步的部署 我们知道解决不能安排难民 我们可以排到其他国家去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部署 那我方认为 即便到最后 你方向往下推极端 你方向问我 如果所有的国家像这样子 都有没必要吗 就不是每个国家的人民 都会处于不安的状态 那只有你有需要的时候 那你就强人之志 就会自然对你起这作用 这是其一 其二 如果对于美国退出巴黎新议 你方要理解 我方绝对可以谅解 情况下我们应该要谈判 可是行动不是强人之志的表现 我方所说的 美国特朗普表现出来的 强人之志的特质是什么 实际上立场很鲜明 他做的行动 既可以是退出巴黎新议 也可以是在谈判之下 很明确的摆出自己的态度 那至少在谈判的过程中 我们不会以 大量力再唱一场大戏一样 那是核乐融文的画面 但如果面对迫切性 在国际的特点 容不得我们继续那么的暧昧 所以觉得 把立场摆天主 才会对我们的推荐有所帮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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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精彩的 今天的这个辩论 大家给双方同学一个掌声 好不好 好 听过了双方的最后的这个节点之后呢 比赛正式告一个段落 接下来呢 评审将会有两分钟的这一个缓冲时间 来投选第一轮的印象票 很快就会给大家来公布一下 这个第一轮印象票的成绩 同时我也跟大家 这一次我们的评审制度是怎么样的 我们这一次有个公开评审制度 公开评审制 为了提高比赛成绩的透明度 大会呢 这一次是取消了网言比赛后 评审进休息室讨论的环节 直接把评审的讨论呢 搬到大家面前来 让大家可以看到 搬到舞台上 而赛果的评定呢 也从两轮的投票制 改为三轮的投票制 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现在他们在进行两分钟的这个缓冲期 第一轮的这个记名印象票呢 就是比赛结束之后呢 评审心目中第一轮选择的优胜队伍 各自心里面这个印象 第二轮呢 是进行不记名的决选票 就是公开讨论程序完成之后呢 第二轮评审现场投选的最后一轮决定票 第三轮呢 会进行不记名的分数票 就是按照每个评审 现在正在填写的这一些评分表总和 分数较高的队伍呢 将会获得一票 那至于最佳变手的领选程序呢 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这一次我们是进行两轮的投票制的 第一轮印象票 每位评审呢 必须依次序排名三位变手候选人 第一排第一排名变手呢 会得三分 第二排名变手得两分 第三排名变手得一分 那里值得第一轮印象票的投票成绩了 我一一的公布 第一位评审罗宏坤 他投选正方 第二位评审吴子生 他投选正方 第三位评审万华明 他投选正方 目前正方得三票 第四位评审 因为他投选反方 第五位评审 梁哲宗 他投选反方 第六位评审 叶文豪 他投选反方 目前是三对三 第七位评审 只有他知道他投选了 所以暂时是没有人知道印象票 是谁赢的 这除了我跟他 刚想为他所投选的是正方 所以第一轮印象的总结为 正方四票 反方三票 正方暂时以一票预先 反正下来呢 我们就来进行一个 评审的一个公开讨论 我们有大约三十分钟的时间 让评审老师可以自由发表 一的为自己得数跟印象教 来说一说话 好 麦克风 哈喽 我们跟老师中间的三位都是扫素材 我就简单的快速的交代一下 为什么我会把我的印象票投选反方 老师说这一场是一个 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接近的一个比赛 我的印象中 是在 博论之前 我的印象都是给正方的 我的印象呢 是在博论自由变跟节变过后呢 才改变了 那 这是我这个整体的 这个印象的趋势 然后我再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们这样子的看法 其实正方在论内容跟理论上 正方是优于反发的 正方所提出来的 他们的政治强人 由民选作为本土 捍卫本土的这个民族本位出发 然后把它切进去 今天国际上的一种危机的时代 也就是讲说有全球化 以及一些民粹化的这种大环境中 需要一些强人领袖呢 来进行引领跟引导 然后以及推动所有胶着的一种状态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其实是很好的 那相对反方而言 他们认为这一个强人政治是处于处事方针 在这一点之上呢 我觉得我应该赞扬反方的 因为他们在这一点之上说的非常的问 他们讲的不是人而是方法 那么下来呢 他们就会区分所谓的强人政治 跟政治强人的差别 但是就这个差别而言 我本身是看不到有什么策略性 或者帮你们拿了什么特别分数的 因为在即便是这两者是有差别的 那么你们的结论是什么 怎么样去否定掉正方立场 这一点我们有很明显的说出来 下来反方呢 他们就讲说今天的谈这个变题 其实是所在国与国之间的一个态度 那在这一点之上 然后他们下来呢 他们就谈了国家和小国 与大国之间应该采取一个博弈之中的一个重力态度 以及从本土角度出发来看全世界 后来来看全球 那这一点呢 将会是我觉得以国与国之间 这个角度是一个与正方 我觉得是与正方的利润架构 构起一个很核心的 但是很不明显的 在主编的关节之中 很核心但是很不明显的一个不协调 反方在下来的所有的操作上 就把这一点来放大 尤其是在国论的时候 他们就不断的去发问 那么即便是有了强人政治 所有的任务的推动跟胶着 那么对时局有什么帮助 他们认了在国内上 或许会有利益 但是在对时局上有什么帮助 那这个国与国跟对整个时局的帮助 我听了过后呢 我其实我是答了很多问号 因为我还不能够被接受的 因为呢 在我的认识之中 在这样子的一个变局 我们重念一下变局 当今事局需要还是不需要强人政治 那是不是它的好处必须是要在这个当今事局上呢 我打个比方说 自安不欠我需要保安 那么是不是我需要保安的这个利益是要看在整治整个 这个治安不欠的大环境还是保护我自己本身的这个治安的利益呢 我觉得在就这一点之上 两个层面都可以看的 但是呢 反方呢 就把他的利益全部局限在于国与国之间 就是看那个世界格局而言 对于我来讲 我是可以接受 甚至我是觉得正方的内容上的一个核心 他们其实是在谈论的 就是对本国本土的一个视角 然后怎样的去在本土凝聚力量 然后在国际国界以内的去进行所谓的推进啊 跟解决胶着的所有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正方的核心 但是在面对反方一致不断的去疾问你 怎样对市局有什么帮助 你们完全没有谈 为什么 从这个视角上的错 这四角上的局限谈回你们对国内的一种 对国内的局势的一种推进跟整合 这种国内的那种市局 本身是可以 甚至是切合你们本身的这一个利润架构 但是这一个问题 在反方不断的去追问你们 你们也没有去争取回应 那么作为辩论而言 我必须要觉得我们今天就看国与国之间吧 那么即便是我不认同这个论点 但是因为你们追你们没有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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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我我我我我其他的同僚的看法 我没有听到你们有反对 或者很明确的反对 讲说我们今天不只谈国与国 我们不只谈国际 我们也看国内的局势发展 是没有的 只是在你们论述的过程中 那么假的东西都是国内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发挥出来 我去接受 那让我谈国与国之间 那下来的问题就是 去到国论 跟去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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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辩论的过程之中 其实我对反方的内容 其实是很有意见的 我一直在圈 那么问题在哪里 有破坏性在哪里吗 我一直没有听到 所以我一直在前面的这一段 我认为反方是失分的 因为我没有听到 那么问题在哪里 因为你们也有录取正责任 那去到国论 自由辩论的时候 我开始听到 当他们诠释 把政方所提出的 尤其是全球化的内容的时候 你们才想 其实啊你们的强人政治 其实造成很多问题 那其实 这个整个自由辩的过程之中 基本上呢 我觉得是有点偏提的 因为双方 自由辩甚至国论开始 就有点偏提 因为双方基本上都是在讨论 我们应该怎么样应对全球化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 这个解决 或者是面对这个全球化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的问题 这个我觉得是有点偏提的 但是全球化作为正方 提出来的一个主軸 而正方却没有很好的 把这个 尤其是自由辩甚至节辩的过程之后 把这个全球化 作为一个背景 而不是论点来论述 那么就偏了你们原本的 这个架构设计 你们架构设计全球化 不是一个论点 你们架构设计的全球化 是一个背景 在这种背景之中 我们面对压力 跟面对内心的那种压迫 我们应该靠这个强人政治 来去引领 这可能就是你们 听到你们认为你们要讲的东西 但是去到后来 尤其是自由变的时候 在双方的 在反方进行公变的时候 反方就捉住这个主导权 来跟你讨论 因为你的强人政治 使到很多个全球化 不能够推进下去 甚至川普跟巴黎和贵等等的问题 就是因为强人政治 而使到整个全球化没有走下去 甚至他们去否定了 为了本土利益的强人政治 其实可以走向索国 可以走向贸易堡垒 尤其是川普这样子的一种过程 所以是一种反全球化 那种趋势 如果是有强人政治的话 是有现象归呢 其实这些全部都是 我是一直打问号 但是作为一个辩论 他只要讲的没有错 资料上没有错 理论上或许我不认不认同 只是正方没有很好的去处理他们 正方没有很好的 就他们提出的 这个全球化这个问题 进行更好的债权式 所以我认为在自由变的时候 这个正方还是失分的 那这个到最后我会觉得 今天对强人政治的一个处理 我是觉得反方的处理比较得当 因为他们有在强人政治的内容上 除了态度不妥协之外 他们还有加入了一个手段 必须要强硬 那么在强硬的手段的执行的过程之中 会有很多冲突跟矛盾的情况之下 那么在这个定义的处理上 我觉得强人政治的定义处理是反方 我会比较赞同反方 但是在当今时局的处理上 我觉得在内容开稿的论述过程 我是比较赞同正方 但是因为正方没有在当今时局的角度衍生 结果就被反方的技术就被模糊掉了 所以我会把 因此我会把我的印象票投给了反方 那么分数票是什么 老实讲我其实是不知道的 因为在前面的过程之中 双方的分数差得很开 但是在自由变的时候 尤其是自由变的时候 我打的双方的分数也差得很开 那么到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样 其实有点清楚 谢谢 教终 好 到我 诶 对不起 我不用那么激动 好 队伍啊 这场比赛队友而言 其实不难平 我先交代一下我的态度 第一 我跟文豪认同的地方是 蒸方的开稿比较有诚意 你们提的是 全球化之下的民性不稳 哪怕可能包括了贫富差距更大 所以使到民众会投选出 立场鲜明的领袖 来稳定明星 第二 国际关系上有很多客庭纠结 需要容易表态 当然解下去清楚 对我来讲 如果站在这一个角度来讲 其实你们是既可以谈国内 时局这个定义方程有理化 你可以看国内 因为全球化之下 文化的冲击 特别是那种保守的宗教或者种族的思想浪潮的清晰 其实都可能会使到强的一方或者弱的一方 会投选类似领袖来稳定自己的意义 可是这一块论述 这一块资料完全不在 你们后半段在这个江湖里面只讨论一点 民性稳定才能让全民积极进入全球吧 你懂吗 你整个方开出来 它助你选的一点去承认 而且有始至终强调一点 全球化过速必须缓和 而缓和过程 你在论述里面更多行诉是为了保护本土利益 所以开了一个可以回应跨国议题 或者国内议题的架构 你最后行诉成 走入全球化的脚步需要拉滑 要说 那 反方 他们说反方 你开稿的时候 主编的一场 我不是很明白你想讲什么 第一个 你大概想跟我们分享的是 去意识形态 所以不需要强文 强文政治 为什么 问他 第二个 我觉得是打一个问号的 你说小国 你谈的小国有发挥之地是怎样清醒下有发挥 你纯粹只在一面稿提出其实不足够的 我以为你想谈的是巧实力 但你没有到达那个位置 第三点 国际课题 需要通力合作 因此 更不需要 不需要强文政治 他们说 这样的做法是 提出三种状况 都不需要强文政治 所以 勉强讲起来 你能开了一个 状况 但你没有设定一个利论的矿 所以这个层面 我个人会认为 震荡有诚意 反方我不敢讲有诚意 不过真的 略显不住 可是并论不是 你断什么 我就把你断的东西 照单全收 甚至并论不是 我猜自己断的东西 我再帮你补一补 然后把你概念讲得更完整更升华 我看的是 结下去 大家完整了 你们结下去交锋 很快速的 反方就占据了第一个主导 那个主导来自于正方的论述 他说 你们顾及的是本土 因为对本土好 对市局有什么好 他逼你去回答这个问题 而这个问题 你们讨论过的例子 大概是 难民 比如说捷克跟 你们 理论里面 它是捷克跟 捷克跟 德国 两个国家会比 但对他们来讲 他诠释为 这是个别国内好 不等于市局好 这个时候呢 我其实一直问 也是有问号的 你的市局到底的框开多大 什么是市局 我不想帮你联想的 接下去你们再讨论下去 用同样的一个角度 谈美国推出京都协议 不是巴黎协议 不是人港人 这个这么多 你们讨论的是 至少 推进一点 了解问题 反方的诠释是 因为强人政治的 他们的强人政治 不只是立场先民 还包括手段强硬 很肚子 所以 反方所切割的这个 强人政治 跟政治强人的定义切割 对我来讲 是在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出来 但是后来 不可避免大家在定义上 稍微震了一下 当然 我调出来讲 这个定义的争夺 如果 政方在自由面开办 岂不宜 我固执 是不是等于 我是强人政治 去挑战 但 反方有提出 这是特质之一 还要看手段的整体 所以到最后 这个定义的政治 我听到的是 政方是 只要你立场先民 可以调打就可以了 而反方其实不够的 不只是立场先民 你还有手段 很坚持 他就举出了例子 签约 或者甚至告诉你 各国领事 其实立场都先民 这个具体当然了 我必须要记下来 对我讲是没有认证能力 可是你提我必须记 而你提了具体 这样一句具体之后 分方就要回应 所以这个抢夺 虽然很多人讲 这个定义抢夺不重要 但这个环节 你说不重要吗 它连结着一个概念的争夺 所以美国那边 反方的议题就是 美国依然推出 对市局有什么好 美国最多对美国好 而且进一步谈的是 你们讲的稳定明星 他们直接是 稳定明星 你没有证明 因为他们后来 反方的提出了 全球化也带来商机 也带来融合 所以你的前提被人家 欠了一半里 反正方也还不清楚 还在维持咬着那个概念 进入全球化 过速我们退回来 所以整场跑下来 从反方提出 本土跟市局不同的切割 而正方所提的是 去本土 反而会形成全球化的阻碍 而正方所提的是 现照顾本土 才能让人家 让人民更安心 重新进入全球化 可是这两个概念来讲 反方形成是个挑战 正方的回应 有所缺缺 缺缺其实不是你内容 没有 刚才讲的 比如整大队内容 等着你这个认数的 但你没有提出来 所以 这样看下来 我看这个点 等一下可能我补充 定义强夺商 主要例子的全是全商 和这个电梯坛的四局 因为正方也默认了 进入全球化 而反方最后 标评显示 这是全球化 而有个关系 所以你的语境 进入了他的语境 你自己不知道 哪里也就对他的角度 对你是 赢家屁股 所以整个过程就是 除了双方一变稿 我可以从陈一做个判别 结束几乎所有对公环节 真正是被反方刺住的 你们是可以从判别的 我刚才就疑惑 因为你有很多内容可以发挥 但为什么你不把他方向跑 明白吗 这个正方是越打越窄 反方的就是定义上 在架构上 历史上全部的全抢 当然 在立论的诚意上 我可能觉得反方有所欠缺 但立论毕竟是一个更考验 及时处理问题的竞赛游戏 所以说 在几场处理上 当反方拿着主导权 而且几个干液也下了一个 形式上很草率判断 我不想加任何自己的意见进去 否定你们的论述不完整 或者是你们的论述 我只要补几个理论可以很完整 因此这一场 我真的纯粹从现场的 博弈层面上把票都给反方 好,谢谢 好,不好意思 我们大会主席 双方变手 现场辛苦的工作人员 主办方 在座的各位裁判老师 现场的观众朋友 以及直播当中 在营幕前面的朋友们 大家好 好 好 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一场比赛 这一场比赛对我而言 有一个清楚 跟一个不清楚 不清楚之处 在于每一个论点都不够清楚 它如果可以更清楚的话 可以有很好的结论 第二个部分 是它有一个清楚 清楚之处在于 以我的判准而言 这场比赛对我来说 是一个坚定的投给反方的票 虽然昨天 反方在场上 被我虐得很惨 就是我 我是其实 幾乎是不假执念的 对反方四位 精神的完整 而 没有余地的 这个几乎 强人政治式的 评点评 不好意思 但是今天的表现 我只是觉得 感觉上 局势上绝对是 双方势均利益的技术上 但是在论点的部分 对我而言 是一个清楚的决定 那以下 我就来进行交代 简单说明一下 在提提交代过程当中 前面的两位学长老师 都已经交代非常清楚 相同或相对之处 就不夺加赘述 然后第二部分 在试图跟大家一起 来思考一下 简单上哪些 可以再往前推进的问题 甚至是我认为 本来应该让去挖掘的 论点深处 第一个部分 我认为简单 我也许问一下 现场大家的意见 你心目中的强人政治 他是川普吗 是普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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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翻译了 对 是吗 是他吗 我还讲完他会鼓掌 是谁呢 还是这不是一个 可以用谁来回答的问题 他是一个关于什么的问题吗 他是关于一个时刻的问题吗 就是他是一个什么时候是强人政治 还是谁是强人政治 还是什么是强人政治的问题 还是以上都是 那你要怎么判断什么是呢 那在你思想这个定义的过程当中 你会不会觉得有一个人 他在很多时刻都表现出了 比其他人更强人的感觉 你就会觉得 他其实就是一个强人政治的代表 我觉得这个应该比较贴近 多数人心中的行政法 那 冰冷比赛 有两种走法 一种 就是 欺渠 欺险 你要有一种 叫做 平易近人 如果你想在天上飞 你就要飞得巧妙 飞得高远 飞得拓宽宇宙将近 如果你想要平易近人 麻烦 跟大家身体真实认知的强人政治 走得稍微近一点 虽然多数对我们 离政治以为很远 但是马来西亚局事情 告诉我们 其实很近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这些是今天这场比赛对我来讲 最难的一件事情 就是 在定义上 政方非常坚持 不怕争议 不怕得罪民族本位 手段强硬 立场先离 对不起 手段强硬不是你们的话语 总之立场先离是关键 就可以正成强人政治之所在 对于反方而言 不对 一定要加入 铁腕 对不对 我们这个评委受伤 的伤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铁腕的人儿子 好 双方定义各自如此 为什么他是对我而言非常难解 而且关键的一件事情 其实就在于 正方的表态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出来 如果强人政治所代表的是不能退缩 则所有他不退缩 因坚持而带来的不利益的时刻 他都必须承担 他不要 对吗 对吗 所以定义当中必须切割出去 反之 反方很明显知道自己知道 发生定义加进去 是可以得力的 所以来进行战争对决 因此 在这套比赛当中你们双方都应该要共同 认知到一个关键 中前阶段就应该要解决这个问题 不在于 什么叫做强人政治而已 还在于 为什么我说的强人政治 才叫做强人政治 可以吗 大概是这个样子 讲到这边正方可能以为 我因为反方 就是包括这个 林道佑在内的几个很聪明的切割 叫做强人政治不等于政治强人 真的很聪明 这必须值得称赞 所以就觉得对我来说 对你的朋友就倾向于反方 不是 什么叫做强人政治不等于政治强人 为什么 你了解为什么 因为政治是一个手段 还是一个生存状态 还是一个社会结构 还是一个价值分配的过程 无法切割头跟尾 哪一个 怎么说 怎么做 为什么 这个为什么实在是太重要了 因为你要这样切 我当然知道你都会得利啊 你要这样切我也知道 因为你不想要失去利益啊 可是这个为什么如果没有出现 对裁判人也就会陷入 至少像我这样的裁判人也 我不能够以心证介入说 我在此处要帮助你们 你们判断 我来帮你们决定好啊 就是这个样子 那对我来说 就造成非常大程度的困难 于我而言 因为双方没有更进一步的完整解释 何以己方定义高于对方 因此在判断这样也在想 于我来说 必须分成两个部分来判断 正方 如果依照正方定义来走 在己方内部有没有正成命题 以及反方依照反方定义来走 在己方内部有没有正成命题 是这样一个判断的格局 如果都无法 则依据厂商素材 必须由裁判介入新政 但是注意 必须是裁判不能使用 外于这场比赛的新政 而是跟厂商素材 及动态过程相结合的新政 来做出最后的决断 在这一点上 是我自己已经公开揭示的坚持 各位都看过我的裁判准则 因为你当时理解 好 检验一下正方 对正方来说 假设定义照着正方来走的话 所开出的两个论点 第一个论点 叫做 对于这个国际局势而言 面对国际局势 国内明星更能够安定 这本双方讨论的层次 有一个地方 刚刚前面两位学长男老师 都已经做了很完整的交代 就是这个东西 到底是座落在国内层次 也可以 还是必须做落在国际层次 对不对 那 其实 最后头肯定的人 在这个理想上 可能会有各自的看法 但是我的判断是这样子的 如果反方意图引导正方 进入国际层次的讨论 是不可行的话 正方其实也不会 去进一步去解释下背后的机理 各位注意瑞子燕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电视 他以后进入大学之后 如果继续打 一样会是很好的电视 他所做的那个切割是什么 他说不用担心 我会陪你谈的 因为在我的这个框架里面 我愿意接受你给开业我的层次 以及你记得他的 对于我们的二辈的学妹 这个黄湘燕 他也升到好电视 上大学也要升到好电视 然后 他的说法是 这个问题有两个层面 我都愿意跟你讨论 对不对 因为在这形容之下 你并没有断然否认 不应当讨论国际层次 问题 毕竟你自己开的群台化的格局 是不太能够合避这个问题的 在国际层次上 得证者 如偏向的反方 如前面两位老师跟学长所述 在国内层次上 有一个进一步的切分 是 如果在国内层次 你的目的也是为了国际层次的话 就是像你们这样的瑞子燕长的 就是说我国内民心的安定 还不说是为了让他更好 进入全球后 我还是合于我的全球规格吗 表示 这二者之间有一个价值先后排序 在一场中 所以反方在此处 结合正方对我进行的说服 是应当更看国际层次 其实是应该要可以被接受的 哪怕不接受 下一个问题是 在国内层次上 反方能不能够正成 在正方想要正成 国内人民的民心需要安定且 强人真的可以提供这种安慰器的同时 会不会造成新的 在人心安定性上的问题 也是作为在国内层次的呢 在自由变当中 虽然晚 但是的确有提出来 我不能过当初没看见 也说你了 他的这件事情 会造成他国人民不满 进一步造成安心性的问题 应当要跟反方讲的一件事情 是在这场比赛之外 如果你想要更好 税子裁判这件事情 必须要说造成他国人民不满 会有两个层次的作用 一个是他国的国内层次 人心反而不安 一样是国内层次问题 这不叫做国际层次 第二个部分是 因为他国人民对我不满 所以我的人民内心 因此更加不安 两个人都推展出来 他会有更好的推展 但显然今天反方只偏向一嘴 不过没有关系 因为不是没有论证 不是没有提出 提出之后 这个单铁主任责任 得力者政 必须由政方来主动说明 这个点为什么可以完整成立 要不然每当你发生 内心民众可以被安抚的时刻 就有别处他处或同一国的内部 有其他人 人心不得安抚之处的话 则没有办法论证成功自己的命题 应该可以解释 这才在第一个单点上是如此 第二个部分 往下讲 第二部分叫做彰显诉求推进格局 应该没有人解锁 但是各位要知道 彰显诉求跟推进格局 其实是两件事情 什么叫做彰显诉求推进格局 你的意思到底是 我既要彰显诉求 又要推进格局 还是彰显诉求 是为了要推进格局 所以我要彰显诉求 这是有两个层次上的差别的 对于政方而言 场上在攻防的时候 多数在场上使用的策略 叫做 你看我立场真理就更彰显了嘛 所以呢 才能够怎么样 更好的打破僵局 推进格局 对吗 好 我不能在逻辑上 因为你多数使用这个策略 就觉得你只有这一层意思 也就是说 你并不觉得 立场真理本身不是利益 不是一个单独成立利益 你可能认为 推进格局也是利益 然后彰显诉求利益 也是 但是我老实说啊 就像前一个问题一样 我根本不能够 从你们在场上 攻防的表述 就完整的这里 到底是这个意思 还是那个意思 这个一定是要 在往下走的时候 一定要去仔细思量的 但我也不会因为这样 就觉得你在这个单点上 是不能够成立的 重点是 如果立场真理 是需要推进到打破僵局 这件事情的话 对你来说 你要证明的事情是 它会带来打破僵局的好 而不会进一步去阻碍僵局的出现 就算我把这两个论点 就是说 张写诉求跟推进局格局 对你来说都在同一个单点当中要成立 而它是一个 一个单点的内部 两件事情分层讨论的话 你也不能正成了张写诉求之后 在格局推进上 反而造成阻碍 试想 如果你想要正成 但一个单点也想要正成 两个利益 一个叫做推进格局 一个就是张写诉求 两个都成立 而反方正成了 也有阻碍格局的时刻 所以总体而言 还是要进行一个总体比较 不过因为你有两个点 它有一个点 你就会赢比赛 不可能 又不是结果才能 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 谁要负起得任 做这一个单点上的整体说明呢 一样还是必须要回到正方身上 而为什么会要求正方在这个点上 去做整体说明的原因 也是因为反方真的有攻击 攻击方式有很多 其中王英范在自由变当中说的 强人政治也会出尔反尔 哪里明确表态 哪里立场先明 立场先明跟立场坚定 在这里偷偷的偷换 可是正方也不是没有讲过 立场坚定这件事情 对不对 所以应该是可以被接受的 第二 川普说退就退 不应该在早前的层次 就已经说出来 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退就退 会阻碍市局推进 那也是避害之一 或者在中后段说 川普自己退出 在哥文哈根的那一轮 那一轮 咨询答备上说 应该是发生在 对 一样是领导佑 还是韦乐这边 反正你们两位 其中一位 不好意思 那跟这个 跟这个 跟这个 我们的问局 之间的这个对决 发生的事情 我就问你哥文哈根 你就回答说 哥文哈根就是川普自己立场先明的退 造成的问题 不是吗 对不对 现场是这个 也就是说 反方不但在证明 正方实局没有推进 还说明实局有所阻碍 如果裁判真的有听到这些东西的话 在我认为 这个单点 与我这样的裁判典范而言 是必须要认知 反方有其得力之处的 或者 整体的这个 在这个单点上的取决责任 必须回归到正方身上 来进行 这个单点的判断 如果正方想要成立的 两个单点 没有勾连上的话 在正方的内部 会是造成问题的 因为如果这个两个单点 没有完整成立的话 那 你的开出来 就算你开出来是 只要我立场先明 就被认证我方立场 的那些时刻 一样 会造成问题 或者 不知道他会不会需要 其他人的政治 可以你有意思吗 这个勾勒是这个样子 而对于反方而言 其实你们有的论点 很早就已经丢失 一样的声语 是在前面关于判准的部分 因为呢 如果你们把妥协性加进去之后 你们的整体的利润 才会成立 也不是才会 就是会更好的成立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 开这个视窗来看 在正方这个部分 没有完成的情况下 看反方的状况 如果有完成 自然应当叛反方 小国利益抬头 早就不见 不是我新政介入 我现在可以介入 但是当然我的原则是不介入 所以小国利益 跟强人政治之间的关系是 那是强国政治 跟强人政治的不同吧 对不对 一开始听就觉得 我知道有一些裁判 光是新政稿 是不能够接受这件事情 但是问题是 正方很早就对这个单点 来进行攻击 叫做 反方就根本没有证明自己的立场 因为什么 正方只需要 要证明自己有需要 有需要的时刻就好 这里补充说明一点 正方也许会觉得 我在我刚刚的爬梳当中 如果我认可你的定义之后 就应当要以比赛其中的原因 叫做 我只要证明有地方有利益就可以 但是各位回去试想 反方所勾连在正方身上的 所有的 比较阻碍形式的 或是我所认知的 避害形式的 这一种攻击上 都是同时伴随着正方 想要正常的那些利益发生的 也就是无时无刻不造成 新一步的问题 但是也有利益 而利益之间 何者更大是正方要证明的 此点补充说明 不要造成误会 回过头来看反方架构内部 第二点 早就不见 后来也不想挣扎 那都是假的一样 可能真的是假的 来 第三个部分 说了这个各国是重视国际 不在本土 这点跟正方的论点完全对到 对不对 这本土性跟对方的民族 本位主义之间的是 完全对到的 刚刚交代已经在正方架构内部 以及前面两位学长老师 因此不再赘述 重点第一个点 当今市局重视协议 重视协议 重视协商 是你对一个市局的整体 勾勒与描绘 如果真的有不妥协的状况 会出现的话 那么正反双方 应当在这里进行 更进一步的勾勒与解释 到底这个协商的浪潮 是不是能够 会本帮帮助这个命题 而正方最核心的挑战 在勾连金自己的架构内部的部分 不论 单纯针对你的架构所提出来的攻击 在于 那我告诉你 川普跟金正恩 两个人的见面 就已经有共识了 那没关系啊 对不对 可是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这场比赛格局 已经变成双利格局 并联格局了 如果你要进入到反方的内部去挑战的时候 你的成功挑战必然要是 如果你的定义成立 我一样要把你打掉 要不然 他的用自己的定义去打你的定义 所有的攻击都应该要成立 那对你来说 事情会更早结束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在双利格局之下 你要进入他的攻击内部去进行挑战 你就不能够运用我的定义来看你的问题 要不然这样比赛 当然会判不出来 如同我一开始有什么 为什么没有做出完整解释 在攻击核心在此 而反方也不是没有进步回应 因为当这个攻击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我这里写得非常清楚 反方的回应叫做 共识是妥协来的 不是先民来的 这里有两个部分 一个叫做 言下之意 会有避害 第二个叫做 世界上剩下的其他地方 都有所阻啊 当然言下之意不能够列入判断 但总之它的核心就在于 反方的自己的论述内部 就有完足的去说明的第一个论点 当然 我就不会判太多的分数 在反方身上 在这个环节票的环节 但是我必须要把我的整体论点 因此判给反方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最后也会这个 在决选票做出一样的决定 以彰显 我本来就已经完整说明的裁判准则 最后 跟大家交代一下 这场比赛 真正的针结问题在哪里 因为双方都是好变手 应当要持续前进 这个前进的一部分 主要是跟正反 双方都提醒 核心在正方身上 各位要来设想一个问题 这场比赛 我一开始问大家的问题是 这个到底是一个谁的问题 什么的问题 还是一个为什么的问题 还是一个什么时候的问题 对不对 这个问题是这个样子 正方跟反方 双方有两种刻画模式 一种叫做常常 就是要看的是那个人物 那个状态 或者那个立场 这是一种 可以吗 人物状态或立场 这是常常曾经出现过的一点 对于反方而言 再看的是手段时刻于行动 有问题吗 大概是这样 对不对 其实大概是这个意思 这个里面的区别 会造成什么问题 你知道吗 对于正方来说 为了要在妥协性 这件事情上得利 所以 你要收你的利益 你就死咬了你的定义上的 没有妥协这件事情 对不对 强而政治不需要把妥协放进来 所以回头去寄扣人物跟状态 对吧 好 就是人物状态 因为我要跟川普走嘛 川普也不是没有妥协时刻嘛 所以这当然是我可以去收拾的东西 而不是像你讲的那样子 对不对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想要证成东西 其实你们在 两个以上的点上都讲过这件事 叫做 我不用证明我每时每刻都需要 我只要证明有时刻需要 就可以得证 可是 如果你想要说 有时刻需要 就可以得证的话 你难道不是应该要利用 反方所开出来的 时刻手段与行动的 这一个定性架构 来说明 因为你的定义嘛 那我刚刚好 我只要在工具组合当中 有时候派上用场 不就好了吗 因为强人政治 不是政治强人嘛 所以你想要说我的那些问题 不会发生 我的定义内部是可以完足的 这个扣连如果没有发生的话 没有人可以帮你主动 把这些事情绑在一起啊 可以理解我一起吗 特别是瑞典店 我认为在你的劫备的时刻 如果要赢得像我这样判准的裁判的票的话 是一定要把你们在前面公平环节 三位已经帮你打出来了这样一个 连结在一起才能做成完整的这个部分论证 否则 裁判看场上状况所证明的利益避害 或是推进阻碍的那个时刻 当然必须以场上实际的交通状况为准 它开出来的那个都要不等于需要 是坐落在一定一层次 或者二打击你的小活力一层次 而不是总结去收整体利益的层次 所以它会是个问题 如果运转过来的话 对我而言相比再是轻轻松松转向正方 不划算的说 这点你直接反方自己也要警惕 第二个部分 什么叫做手段 就算你认了 就算你去认了反方的手段说 而且你不运转自己刚刚 像我讲的那个方式的话 一样可以去讨论 什么叫做它政治是一种手段 你要认知强然政治是一种手段的时刻 它是常用的手段才能够被认知为一种手段吗 还是只要有可以用的时刻 就可以被认知为手段 这个区分是很重要 因为手段只是两个字而已 他讲的这两个字 你就当做没听见 就开始说不是不是那样 然后就开始运转别的事情 运转好 你本来框架里面的东西 要攻击的话 一定要进入那边跟他讨论 什么叫手段 你如何认知这个手段是川普的 你如何认知这个手段是美国的 这个时刻你怎么知道这个手段是谁的 或者这到底是不是这个手段的 重点其实就在于 它是不是一个惯用的手段模式 或者是一个直到出现就可以的状况 可以吗 那这一点上 反方自己一定会有黄盾出现 因为你们的运程如果刚刚所说的 他如果拿去这种事情 不完全不一样 更何况 如果你真的想讲立场鲜明 而反方可以说 不对你不只要正立场鲜明 还要正妥协 就算你再退一步大方 让子告诉大家 反方的定义也可能对 在这个时刻 你依然可以去论证自己 更进一步的利益 为什么 因为很多立场 不是我说我立场鲜明 就鲜明 我必须透过什么 在人事之间表达 没有人知道你真心的立场是什么 你只有一个方式可以料理 叫做什么 叫做不妥协 只有外险行为的不妥协 才有可能知道你的立场是真实鲜明 进一步去造成 谈判时的利益效果 而什么叫妥协 完全的不妥协才是强硬吗 有没有可能很强硬的妥协呢 我一定要退到这个点上 难道不是一种强人政治吗 那如果这些思想的可能性都被放进来的话 事情完全不同 一样给反方的一些想法 是国内跟国外层次移动之后 你们反应真的太慢 并没有完整的跟上 第二个部分 避害的论证对你来说太重要 如果在自由联系后阶段才出现的话 那这一章论点我最多指 都多给一分两分 不可能更多 可以有意思吗 你不能够在闲门场说 我在这个东西要做 你不需要而已 这个架构本身应该要进入我们前推进说 阻碍到底在哪里才会更好地完成自己的论证 更重要的事情 要核心的思考的比较点在于 有需要有利好的时刻 都应该要去思考 连带的会不会有阻碍有避害 才能够更好地去论证好你的立场 否则今天这场 只是因为我的裁判准确 早就说明是如此的关系 我才必须判给你们 内心当然是有一程度的不情愿的 可是说明已如前述 因此做出这样子的决定 期待双方 其实这场群中变 我老师说的 刚刚虽然听起来有一点太强硬 现在我要往后退一点 虽然我的立场很鲜明 认为相比赛有进步的空间 可是作为全中变的决赛 以及马来西亚整体的辩论选择代表 对于我今天国际裁判而言 的确是上了一课 希望未来还可以再上更多课 以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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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时间有限 我们请诸位评审 很简短的再讲一讲 好不好 是 说得非常精彩 其实我听得很入审 我时间一直忘了 喂 还比较流行 印象票投给反方的评审 就先夸正方 框架好了 等等 印象票投给正方的 我得先赞叹一下反方 第一 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首先我个人的判准理 我可能有主动介入的部分 但我不知道 我先交代 我不觉得反方同学的架构 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这些变迹变得是需要和不需要 不需要我本身 就非常非常难以证明 我怎么证明 子生学长不需要我 我怎么证明 我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他有什么需求 我不知道 你要说子生学长需要我的内包 你说 你说完之后我来拆吧 对吧 所以说我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说 反方同学的那个利论开出来 拔竿子打不着 就跟没有任何关系 我可以理解 所以说我不会因此 我觉得你们利论很糟糕 包括你们后面 因为肯定有很多点 就已经消失不见了 或者说怎么什么 我觉得这不是坏的地方 这是 这正常 当然反方同学有两个路径 你要么告诉我 当今时局 如果有强人政治 很糟糕 如果你能证出这个来 那么一定成的上 是不在意正方同学怎么论证的 对不对 因为他如果非常非常坏 那么肯定是 无论你急什么理由 没有坏 如果足够大的塔都不需要 那么在这点上 我觉得 在我的认识里 在今天全场 在这点上是做得不足的 并没有告诉我 有很明显的 这样一个很坏的地方 但你们还有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正方同学 你说你有什么需要 我告诉你 你这种需要不存在 或者你这种需要 可以被其他更好的东西给代替 或者怎么样子的 所以说 简单理解 就是你在场上把正方全拆光 那我觉得你也能正常 所以说我来看这场比赛 这帮同学开出两个论点 第一个论点 他说 因为现在的这个情况 因为全球化这样一个背景下 其实正方有个条 比较漫长的 绵长的逻辑线条 因为全球化不断的推进 对于很多国家和地区 那里的人民本身的利益 有所侵害 因为推的太快了 然后老百姓心里是不爽的 这个时候你们有讲说 其实那个地方的时局 呼唤一个强人来维护他们本土 或者本国的这个利益 然后当这个时候 强人应远而生出来之后 由于他鲜明的表达 他很好维护这种利益 于是打一个括号 然后不知道怎么 老百姓就心安了 这是我理解下的第一个论点 我为什么要说的这么长 是因为你们的表达也没有这么长 你们直接就讲 是因为老百姓很多心安 然后我这个强认证一出来 老百姓就心安了 但是我之所以要把它拉长 是因为在反方的很多质疑里面 其实就暴露了 我觉得这个论证是没有那么完整的 反方从一开始就已经讲过说 这个全球化之后 这个经济密切一定是冲击吗 不一定吗 还给我带来很多经济利益呢 那当然我全认 因为这种质疑 离我想要到的这个部分 还有很大的差距 就是你得告诉我 他们的论点是新安嘛 对不对 就是老百姓出发嘛 你得直接告诉我 就是说现在的市局 到底老百姓新安还是不行啊 以及按照他们的做法 强人政治出来了之后 究竟能不能提升 老百姓心里的这种感觉 但这种东西在自由败乱里面 零散是有出现 不过后面还有后续 我先等会再讲 这帮同学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重大议题的 从暧昧走向态度鲜明 是有助于他的解决的 这一点前面评审其实也提到了 反方同学激烈的质疑 说你怎么去解决他 这帮同学细节会表明 因为时间有限 前面评审其实也提到了 这帮同学最后落到的球 落到的结论是 也许我不解决问题 但我暴露问题 我使问题的癥结暴露出来 这也是一个利益 对不对 那到这里的时候 一定程度上就僵住了 这个时候正方也许要 更多的倒数 我说为什么暴露出问题 也是一个利益 这是在反方激烈的 不承认的情况下 而反方同学呢 这里只有一种回应的方式是 那你不用退出啊 你可以坐下来谈嘛 对不对 你要先明你自己立场 你坐下来谈也可以嘛 你何必要退出呢 你何必要这么强硬 按照反方的语气 叫这么的妥协 对不对 那么 这就一二两个问题 都化回到一个问题 才就是定义问题 这个 这个大家定义差太多 一个是先明有态度 呃 强硬 这个强硬是表达态度上的强硬 反方就是铁腕 毫不妥协 丝毫不退让 那在反方眼中 所谓谈判 那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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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强 呃 强人正直 还是正的强人 强人正直了 对不对 只要有谈就不是 说实话这个定义 实在是太冲击我了 我很难很难去接受 不过 这是表达比赛 对 但我只能这么说 就是反方同学和正方同学 其实真的没有任何人 给我这个定义 有依据 你 或者告诉我说 哪个哪个文件说 哪个哪个新闻说 谁谁谁说 或者按照 给我一套逻辑推理 告诉我说 因为这样的推理 我这个定义更有效 或者我这个定义更有效 我绝对不可能 因为反方你一直养着这个定义 打到死 然后就觉得这个定义是对的 对吧 这我肯定做不到 甚至在当中有一个环节 是正方问反方同学说 哎 你这个强人不常不允许判 反方同学说 因为我们强人正直 就是太有先民 很固执 很不妥协 没了 这是我见到的 唯一跟定义有关的一字交通 就是我自己个人 又跟我听漏 我听其他评审的意见 就没有了 那你认我怎么判 我是一个迷茫的评审 就很尴尬 我非常非常的 那我跟前面的评审 可能有不一样之处 是在于 如果我觉得定义 谁都没增下来的话 你们基于这个定义 以下的理论和反驳 我基本上 处于一个不于财性的状态 因为你们如果所有跟定义相关的 依赖于这个定义才能成立 于是才能成立的论点 和依赖于这个定义成立 才能成立的反驳 那我都很难接受啊 那关键问题是 如果是一方这个定义 另外一方不挑战 那OK 我就踩这个定义了 问题是你们两个定义 是直接直接对撞的 然后 谁也没有猜谁 谁也没有论证谁 那我怎么办 OK 还有最后一个保命的法导 就是 这是一个很小的战场 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反方还有一层质疑 一直在质疑正方说 你没有谈当今时局 你谈的是美国 你谈的是捷克 说实话 在这个战场下 我最后是相信了正方的说法 因为他至少有两三层的回应 第一 他以心理医生为例 或者说以这样子为例 他告诉你我需要 不代表我所有人都要 不代表当今市局所有人都要 我只要害怕个别国家要就行 但是 也很厉害 是正方同学在这里 就说的很模糊 他心理医生有例子 那 到当今市局的时候 你明确告诉我嘛 对不对 只要美国要就是当今市局要 只要捷克要就是当今市局要 你跟他去争这个东西 当今市局为什么有些国家要 就算是要 那我听得更明白一点 这是一词 还有什么呢 是正方的一个讲法 他说 他把国内跟国际勾连起来了 他说国际的形式是全球化 然后全球化有一个脚步的快慢问题 那么如果我们能把国内的心 安下来 或者说我们如何能把国内的事情处理好 能让这些国家更好地接纳全球化这样一个背景 那么在这层处理之后 我觉得他把国内和国际进行了一种勾连 在这个时候一样是反方所提的 对当今市局或者说对国际 对于国与国之间有哪里也好 所以可能是这样 战场书里 在我眼中很多很多很多战场都是打平的 正方的框架确实不错 但是我觉得有很多很多带论证的地方 然后基于双方定义不同 我们双方很多反国跟交锋在我这里是平的 基于又是一个很 说实话可能我不知道重要不重要 但是只是你们交锋的量 交锋的频率比较高 这个战场我微微地判给正方 所以我的印象上会给正方 但我火上交友一把 因为印象票我们三比四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犹豫 非常非常有可能专票的评选 因为这个比赛太平了 我觉得是没有争出高下来 所以说我还听听其他平成的意见 谢谢各位 这个题目产生的背景 这个题目产生的背景呢 就是当前的市局上面 我们发现很多国家 透过他国内的民主机制 都产生了所谓的政治强人 那当然民主程度有别 可是总之他们都是具有人民支持的 这样一个基础 产生了一个政治强人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基本上往我程度上 他就推定了 这个世界需要政治强人的需要性 至少在国内层次上面 至少在国内层次上面 所以当这个东西 他的推定的需要性是存在的时候 我觉得反方可能没有很 有意识的去注意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你们的攻击对我也不清楚 最接近的攻击像是什么呢 反方有问到正方有说 美国的利益等不等于这个世界的利益 像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本身是对 确实美国的利益不等于全世界的利益 可是放进这个题目的话 这个题组还原一下 就会变成 有没有情况下 美国利益等不等于世界的利益 菲律宾利益等不等于世界的利益 俄罗斯的利益等于世界的利益 中国的世界的利益 如果要全部讲一圈之后 你会让我觉得 这不是只有一个国家的需要 那好像是这个世界上 目前很多国家的需要 对不对 而且还人口真的不少 可以理解吗 所以当然那个逻辑都有原始成立的 可是放回这个问题意识的背景的时候 会让我觉得 那已经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了 Ehavenly是刚好很多国家 都有这样的需要 那它会不会反映了 过去人们在追求全球化的过程当中 遇到的一些不良的后遗症 或者是副作用 而产生的一个反弹 就如同正方所说的一样 会不会是我们这个全球化走得太快了 我们坚固 我们把重心放在国际 放在国外 但对人民忽略了 所以开始有这种支持政治强人的声音的出现 那以难民的例子为例好了 就是如果我们从国际的角度而言 似乎大家都应该要接受难民 可是确实 扎扎实实的接受难民这件事情 对本国人民的利益 是产生很大的冲击的 那正方给我的感觉很像是 我们要去优先讨量到本国人民的这样的一个冲击 那为什么呢 大概两点 第一个如果我们只就国内利益来讲的话 很好理解 对吧 因为就是这就是他们要的 那你要去扣到国际利益有没有得扣呢 其实也有得扣 为什么 因为当人民对全球化反感的前提底下 你硬要强行去进行这种全球化 或是比较顾到国外利益的事情 人民的反弹会大 他可能会出现很多不理性的一些反弹的行动 所以好比我们这个国家是可以接受难民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接受十万难民 其实没有问题 其实没有问题 可是因为人民心不安嘛 人民会觉得 现在十万 那明天呢 明天再十万吗 会不会后天再十万呢 他可能会有很多 既因为没有安全感的情况底下 产生的忧虑 进得到反弹 所以即使就你们想考虑的 国际利益这件事情上面 需不需要有一个相对安定的国内力量做基础呢 当然你们没有讲那种民 但是我觉得意思在我平台是这样的 那在没有进步交通之前 我可以认同正方讲的 因为其实在场每一个人 虽然我们都是地球的一份子 可是你的第一个身份一定是国民嘛 所以我觉得这很好设身处地去想说 做一个本国国民 我会觉得国内的安定力量很重要啊 没有这个安定力量 你叫我去兼顾外国的利益 我不好理解 你可以理解我意思吗 所以在这样子priority上面 我很可以接受正方在这里的一个安排 那这个是我在弱点上面给正方的核心的原因 那我讲一些你们觉得很重要 但是我听起来觉得很不重要的工坊 好比说政治强人跟强人政治的区别 我觉得技术上非常的漂亮 但是一样丢回这个题目 它变得非常的无聊 我觉得正方今天打不够聪明啊 我如果是你们的话 我就用反方的定义嘛 比如说比如说 他认为不只要态度坚定 而且手段要强硬 对不对 不只是是这样嘛 对对第一个 第二个是霸道总裁 也有个温柔的心 所以一个正式强人 他不一定要时刻的强硬 他有时候也可以软乱 其实听起来很棒啊 你懂我意思吗 是我话听完 我觉得这么完美的领袖的人格定义 我就问你说 这世界上哪个国家 不需要这种领袖 我们先确定嘛 这是一个好的人格特质 对方的意思是说 该硬就硬 该软就软 对吧 那哪个国家不需要呢 不是吗 对不对 我们这个世界上 需要一个态度坚定 手段强硬 这个 而且用这个硬中带柔 我们容容带柔 不知道 很综合的这样 好领导人 还是我们需要一个 什么嘴软心意 什么之类 反过来 我觉得这太明显了啦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 当他们把那个人格特质 形塑的 我觉得这么棒 这么优秀的时候 我觉得很容易认同 我们需要这样的人 听起来他不是一个坏人 可以理解吗 所以我觉得在那边的定义 我觉得你们刚针 我觉得也是无聊 我觉得这一阵子会显得 你们自己的定义突兀 比较 比较 比较差 但是差的结果 刚好对你们 对我这张而言 对你们刚好是有利的 因为他们定义 我觉得强比较漂亮 所以用那样子的一个 这个 所谓的强能针 或这次强能的一个定义 我觉得 会让我觉得更需要 会让我觉得更需要 好 那再来是再给你们点建议 我觉得你们很好建议的 因为比赛已经刚好打完了 但是 我们就要讲一下 我觉得大家打比赛 都太容易那个 比论化了 就是你们都对很多事情 没有那个很具体的画面 你们要讨论这一集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模拟一下 自己设身处地去想象一下 关于国际政治的谈判这种事情 比如说你说 政治强人 他在实行强人政治的时候 跟谈判这件事情的关联性 我觉得你们对这件事情 都是没有画面 没有画面 因为你要想 比如说 对一个政治强人而言 他愿不愿意 在国际上 谈判呢 其实他会愿意 而且他会有利 为什么 因为 当你在谈判桌上 你面对到一个 很强硬的人的时候 你会格外珍惜 可以跟他谈判的机会 对吧 因为你会知道他是神经病吗 你知道吗 就是说 他不太会让 他也不会跟你 这个 这边搓汤圆搓老半天 对吧 所以谈判成功机会等于一闪即逝 而且他底线很明显 你给他他就答应 你不给他就不用他 对 这像这样的一个 谈判的一个局 对于谈判本身的影响 他会有一些chemistry存在 那这也是为什么 比如说以大家熟悉的川普为例 他很明显是一个政治强人 也是强人政治 可是好像 这个 他在谈判桌上 看起来有点无往不利 我的无往不利 倒不是说他谈什么都成功 可是他藉由 很明确的表示 我告诉你 反正我想退我就退 这个东西我不想遵守 我就退出 对吧 当你遇到这样 他又刚好是美国领导人的时候 那比如说这个金正恩 他当然就很珍惜跟川普见面的机会 蛮懂的 对 就是很多东西在国际的table上面 他是会互相影响来是想去的 我觉得这种东西要找得住 而不是很单纯的就说 因为他是强人政治 他是政治强人 所以他就不谈判 不妥协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倒不是那么绝对的事情 这样子的理解 我觉得太失去弹性了 OK 所以就是基于我刚才的讲法 我认为正方他成功证明了这个世界上 对这样类型的领导人存在一个需要性 而这样子一个需要性满足 从个国民的角度而言 听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那所以我就把我论语分数看给了正方 谢谢 时间拖的有点长 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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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对我来讲 这场比赛之所以我后来发现 大家出现这样的结果 我相信也是因为双方在场上 有很多不同的评审 期待听到的攻防都没有听到 所以以至于评审对于关键局的判断 会不太一样 对我来讲 那我就非常简单的交代一下 我现在的看法 首先正方的框架 我听到了 听到的是一样的 一个部分 讲这个全球化加剧不平等 所以说现在呢 有些地方它需要本土的反全球化 而强人政治可以帮到他们做这件事情 为他们大胆发声 举了德国捷克的例子 第二个部分呢 讲的是就是国际局势上呢 暧昧表不大不表达立场 这是个问题 你们希望强人政治能够明确表态 明确立场 之后呢 你们补充了一下 就是强人政治它其实有别于独裁 但是它是不怕争议 不怕得罪选民 它其实还是在民主的基础上 选出来的 就如你们一开始铺垫的 菲律宾 土耳其 俄国和美国 这几个国家的那种例子 好 反方的讲三个论点 第一个讲的是 现在的意识形态重协商 第二个呢讲的是呢 小国势力呢 也在主导 所以说小国也有舞台 不需要大国的强人政治去主导 第三个部分讲的强人政治呢 它侧重的是本土角度 而我们国际时局 我们现在不是这个样子 好 这两个框架 其实对我来讲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的判断在哪里呢 就首先第一个部分也是 对于强人政治的定义 强人政治的定义 我觉得反方的攻击 就是反方花了几个回合 来区分强人政治和政治强人 这件事情一开始对我来讲 我觉得也是很漂亮的 也是我能够在一程度上接受的 但是随着局势往下推呢 我也会开始思考有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那么如果今天强人政治 跟政治强人没有丝毫的关系 没有丝毫的关系 或者说是强人政治强人 在使用其他行 在进行其他手段的时候 这个手段的意义 不跟属于强人政治 那我会问自己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他们之间的关联度有多高 是一个政治强人 他要强到什么 他要他的强 他强的手段 要强到什么程度 我们会把它当做政治强人 或者说 他的强的特质 要强到什么程度 我们会把他的手段 叫做强人政治 这是一个疑问 当然与双方无关 第二个疑问呢 就是那好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如果说强政治强人的 那些非强人政治手段 它属于不是强人政治 那么接下来它的理 它在现实中的理由在哪里 那么就到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反方之所以要这样切割 反方是希望判断 那些参与国际谈判 它不是强人政治的理由 因为正方把强人政治 它先做好了准备 然后再去参与国际谈判 它还是可以谈 但是这个地方 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 因为在我们的理解中 谈判这件事情 它本身跟强不强无关 因为谈判本身就是一种 外交的手段 就像你说 它使用外交手段 它跟人家谈判 因为两个国家有共同的议题 和谈判 那么你不接触 那你还有什么方法 难道是互相宣战 或者说是互不搭理 互不承认 这我觉得它不是一个 强不强烈的区分 那关键当然 反方的论证空间还是有的 它可以说那谈判的时候该怎么谈 或者说谈判的时候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谈 但这件事情双方没有再走下去 所以说这个部分对我来讲 它的切割 并没有给哪方实质的利益 但是这个部分是反方想拿到的利益 那所以说对反方 其实会稍微耻亏一点点 好 第二个部分呢 当然第二个部分 是关于这个国际时局 其实我们今天叫做是市局 是叫做当今市局 市局是不是国际呢 其实这个东西也是两说嘛 因为所谓的市局 我们说是风雨下 也不是说一定要讨论国际社会 你也可以讨论你身边的世界 也是可能的 但要看双方的攻防 正方在这个部分呢 正方是不太去 就如前面的裁判所讲到 正方一开始我觉得也是被动的 就是跟别人讲市局的时候 甚至在个别环节上 可能因为就是说是对对方问题的不搭理 可能会丢掉一些 呃 环节的技术分数了 那好 不过呢 总的来讲 这个点呢 最后正方还是有落到了一些 让我们能够接受的利益 因为正方今天还是想把它讲到国内 就是说至少在国内 所以正方是很多拿到一些利益的 正方的说法是说 因为现在还有一个就是正方 如前面的裁判所说 提了三次的这个变题 他们希望讨论的前提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世代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强人政治 它是因为很多地方的全球化走得太快 我们已经意识到要努力全球化了 而这个呼声呢 它呼唤出了一些强人来帮助一些人发声 然后呢他们比较就是很明确的 要支持强人政治 好 这个部分呢 国内的利益 我是可以接受的 好 现在把它推到国际上 那什么样子呢 就是又到了下一个问题 例如说 双方讨论比较多的 这个巴黎气候会议 这个气候会议 它究竟能不能 它究竟用强人政治的谈判手段 会有没有什么好的结果 其实对我来讲呢 它的结果是更好还是更坏 或者说是有需要还是没有需要 其实我是不知道的 因为就算特朗普离开了 他没有离开那个巴黎气候协定之前 或者说美国没有离开 各种各样的气候协定之前 其实那是气候协定 一个接一个的失败 好像也没有什么很好的事情发生 他离开之后 现在是不确没有结果 但是有没有更坏的事情发生 会不会 或者说会不会如正方所说 有新的协议要谈 或者说大家知道了 我们明白了你的态度在哪里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考虑别的东西 这个部分正方也没有真正往下讲 但是好坏我不知道 所以国际层面 强人政治会是好是坏 我不知道 但国内层面 强人政治有没有好处呢 也许是有的 那市局是什么 我觉得两边的解释 都在程度上可以接受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是可以接受到 在论点的自洽程度上 我个人是能够派的正方 当然很多细节 其实我还有很多细节的想法 那这个部分 我在这里就不讲了 最后再讲讲 我三票的归属就是说是 但是我必须想说的是 因为这场比赛 正方打得过于保守 或者说正方 在有些问题上 他不去应对反方 甚至很多时候呢 我觉得正方 是有明显回避的动作 那么呢 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呢 正方在我这边 实质上是掉分的 所以说我的分数票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在哪 但如果真的 我的分数票在反方那边 那么正方这些调分环节 我觉得呢 是影响到了 我分数票的走向 然后另外就是说是 最后一个 就是说 强人其实之所以 有没有很强硬 我觉得 这也是我个人觉得 比较可惜 以至于我没有办法 在论点分上 给正方更高的分数 虽然说有利益 但没办法更高的分数 是因为 事实上 强人政治 他所谓的反方提论 那个手段强硬 不肯妥协这件事情 你正方你的框架 你事实上 你其实也是 并不是说完全不能接的 因为你们今天既然需要这个强人 他不怕人家的 不怕得罪选民 不怕非议 不怕民粹 甚至有时候 要引导国内的舆论和选民的话 那么 当然他在有的时候 要使用相对比较强硬的手段 他绝对不是个唯唯诺诺的 或者唯选票时期的 他绝对不是一个这样的人 这个部分 其实强的一定程度上的强硬 是跟你的立场是有帮助的 但是如果说 那这个部分就是切的 还是执着 我们只是明确态度 明确立场 我觉得事实上 对你的立场呢 是有一定伤害的 而且在实相上 不太好看 好吧 我就说这么多 现在的财务 谢谢 我们还有一个 同学老师 好 谢谢主席 我想现场都有很多 没参集辩论的 我想现在的主题 当我们说到强人 不管是政治强人 或者是强人政治 就是他的背景 如果自以为我们西方跟东方 我们融合在一起的话 我们可以分析到 所谓的成为政治强人 他主要是来自三个钱 第一 他要有很高的权力 第二 他要有很高的钱 金钱的钱 第三 他也要有钱张性的钱 我想在接下来的日子 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的人物出现 可能会在中国 因为他符合这三个基本的条件 但是基于当代 我们也要看 一个政治人物 能执行政治强人 他也必须有花然的动作 就是他说话 可能会引起恐慌 或者是引起世界的改变 第二点 我们要看他背后 有没有力量 不管是军事的力量 或者是外交的力量 我想基于这样的一种背景 我们今天的背景 可以从这里开始 我本身把一项票投给正方 是因为我们看得到的 正方他采取得非常保守 而且他制造了一个灰漆 所谓的灰漆就是 把我们反方会 攻击他们的这个事项 都先在他的利润里面 把他立下来 身为一位评审 我也必须尊重他们的利润 所以给出这样的一种印象票 但是各位 如果这个课题 我们是以五十五十来打的话 我想所谓言论 就是跟内容的分布 应该是一个是强硬派的 一个是没有妥协的 一地的 也没有谈判的 但是今天正方技术上 他把它变成一个 我会给鲜明的立场 我会即刻打你 不管是英雄主义 民族主义 什么都有 谈判嘛 我们也没有说没有 过后也可以谈判 那么再这样的情形是这样的 反方最切少的一点 并不代表你们内容不多 但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是否能找出一些 受以强人政治 或者是政治强人的一个国家 所以刚才我记得三千 甚至一些非洲国家 也是强人政治啊 因为他有钱啊 一些国家好像委内瑞拉等等 他们修宪啊 一些国家历史的隔集下来 他的领导的方式 所注定下来的那种局势 所制造的强人啊 我想如果在这方面提出这个论点 那么就能减轻甚至呢 在这场辩论赛中胜出 谢谢主席 非常感谢 我们评审的经济理言论 看起来不到最后还不知道 因为 大会主席 我想补充一下 好 可以 简短的补充 不要太长 因为我对一些评审的判决 我听得不是太明白 就说第一位 我的同僚老罗 你说政方提出了 这个强人政治能够稳定国内 然后进而转向全球化 你觉得这一个论点能说服你 我个人觉得这个论点 如果严格按论点来讲有跳跃 但不重要 重要的是 针对这一点法方有提出 这个去本土 而且会阻碍全球化 请教你觉得法方这个回应 而且很多回合这个回应 为什么不能构成一个综合的设想 第二个 我个人讲 分享一下辩论 我对他来讲怎么评 譬如说如果你提出难民课题 难民课题我就按照 政方在现场提出难民课题的语境 和反方对难民课题的诠释 进行判断 而不是这对难民课题 我们有一套看法 而这个看法 如果跟难民提出主题者 主题者客题者 相结合 那我的立场倾向你来发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多度的 超 反正刚刚英伟所提的 超越了框架的 比赛 竞赛框架的一个行政 第三个就是 呃 高博斯 就是刚才我记录和听 我已经听到记录到的是 政方恰好在 谈判这个环节 没有接招 他并没有提出任何 会趋势刺反方的架构 反而整个整个过程 呃 被反方从本土以国外 人家里取得 呃 第二点就是 反方 呃 没有举办 没有举出一个 政治强人政治的例子 或者是有些评审提出 呃 增放一些论述 我更会觉得 你们所讲的 我都听到 但 你们后续所解释的 我没听到 所以 这就是我投票和判断辩论的方法 讲出来只是要分享一下 并没有任何意图 OK 谢谢 这个例子啊 这个例子很明显 因为 呃 有后分刚刚还说 不知道要逢给谁 他祈福要左右你啊 有 有 我要回应会的是反博 好 说一句 很简单 没有 很简单 就是说 反方同学这个时候 他如果有提说是 阻碍那个叫什么 全球化进程 那这个时候 其实很简单 因为正方同学本身这个 立论他一开始 正方立论他本身不是说要进一步全球化的 他说的仅仅是让心安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只是讲到阻碍全球化进程 如果要拆掉这个论的话 我觉得你要给我交代说阻碍全球化进程 怎么对他们论证才能破坏 不然这就是一个新的点 就是你们 这也是为什么前面平时也有提到说 正反双方 好像是不是偏提了 打到后来再打 是不是要阻碍全球化 还追进全球化 那么这个时候 因为反双方新的主张 反双方由就是 举政责任告诉我说 这也不是新的主张 挑起了战场 这个战场 和今天的变局 和双方的论证 有什么联系 如果不交代的话 我不能判违禀 就这么简单 好 如果反双方需要交代 那正方温数上也必须交代 那才公平 这很简单 因为反双方起 要有全球化这件事 如果正方不交代 因为这不是他们的 而且正方为什么 那个意图是谈全球化 是你界定 还是他一开始 在论典作为交代出来 论典他没有讲全球化 论典他没有讲全球化 所以是不是全球化 跟他的论证不关 但是他后来认同了 才跟反双方在这里做交通 不是 要不然 那OK 总统长很简单 他如果认同是说 OK 全球化会影响到我的论证 那我就觉得是可以的 全球化这个问题 有没有正程 会影响到他的论证 他如果认同的姿态 他还仅仅是说 OK 我陪你一起讨论全球化问题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打一个夸张点的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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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承担的义务 我打个夸张点的比方 就知道了 正方有自己的利论 这时候反方提出来说 正方同学你不对啊 你们 反方提出来说 正方同学你不对啊 你们正方一边是个女生吗 正方同学你对方 你等我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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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听懂就明白了 就是说正方同学说 正方同学你是个女生啊 正方说不对啊 我是个男生啊 然后整场大家都在讨论 正方是男是女 那我认为啊 作为挑战的那一方 也有必要告诉我说 这个战场和他利论有什么关系 如果没有这一层的挑战的话 那如果正方剩下来的利论 自圆其说的话 那常常是这个挑战 根本就无所谓 正方的一边说 全球化的冲击 以及全球大概平复不均 请问这个正方论点 还是后来才出现异境 就很正常啊 如果正方他讲一句说 我们正方一边是个男生 这也不能说他是不正常正本 还有如果正常的预判 可以谢谢 好 我觉得我们跟他让评审来认论的话呢 会对影响在很可惜时间的关系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必须要进行下一个环节了 所以下一个环节呢 我们要请评审们 来最后一轮的一个绝选票 还有最佳电手 那先来公布一下 大家对于最佳电手的这个印象派 印象票当中呢 最后三名 排名不分先后 排名不分先后 最佳面首的候选人 第一名最佳候选 最佳面首的候选人是 来自反方的四变 陈伟乐 而第二名最佳面首的候选人是 来自正方的四变 陈伟乐 第三名最佳面首候选人是 来自反方的二变 王毅 所以就是谈人最佳先后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请评审老师 来进行最后一轮的 这一个决选票 还有最后一轮的最佳便首的 这个投票 那之后呢 我们的成绩呢 就会即将正式发生 那我重温一下 那目前第一轮的印象票呢 正方是以四票 要领先于反方三票 所以接下来看看情况是如何的 那在进行最后的